金平梅 第一回西门庆热节时弟兄 五二郎冷遇清歌嫂 幽兔笑谈制作 诗曰 豪华去后行人绝 萧争不响歌喉燕 雄见无微光彩尘 宝琴凌落金星灭 欲揭季末 坠秋露 月照当时歌舞处 当时歌舞人不回 化为今日西陵辉 幽诗曰 二八家人体四苏 腰间障见斩于夫 虽然不见 人头落 按理教君骨髓枯 这一首诗是西年大唐国时 一个修真恋性的英雄 入圣超凡的豪杰 到后来位居子府 名列仙班 率领上八栋群仙 就拔四步舟陈虎一位仙长 姓吕鸣言 道号纯杨子祖师所作 单道世上人 盈盈竹竹 急急巴巴 跳不出七情六欲关头 打不破九色财气圈子 到头来同归于尽 这甚要紧 虽是如此说 指这九色财气四见中 唯有财色二者更为厉害 怎见得他的厉害 假如一个人到了那穷苦的田地 受尽无限凄凉 耐尽无端懊恼 晚来摸一摸米瓮 苦无格宿之吹 早起看一看除钱 愧无半星烟火 妻子饥寒 一身冻哪 就是那周范尚且艰难 拿讨于钱孤酒 更有一种可恨处 亲朋白眼 面目寒酸 便是凌云稚气 分外消磨 怎能够与人争气 正是 一朝马死 黄金尽 亲者如同 陌路人 到的那有钱时节 灰金买孝 一致巨万 思饮酒 真个穷江玉叶 不属那琥珀碑流 要斗气前可通神 果然是遗止气势 屈炎的压己哀奸 富士的损雍士智 真所谓得是迭尖而来 失事掉避而去 古今言冷恶态 莫有甚于此者 这两等人 岂不是受内财的厉害处 如今再说那次的厉害 请看如今世界 你说那坐怀不乱的柳夏慧 闭门不纳的鲁男子 与那炳竹达旦的观云长 古今能有几人 至如三妻四妾 买孝追欢的 又当别论 还有那一种好色的人 见了个妇女略有几分颜色 便百计千方偷寒送暖 一到了主守时节 只图那一瞬欢愉 也全不顾亲戚的名分 也不想朋友的交情 起初时不知用了多少烂钱 费了几遭酒食 正是 三杯花作合 两盏色眉人 到后来情农适路 慎儿斗狠杀伤 性命不保 妻奴难顾 事业成灰 就如那时继伦颇天豪富 为绿珠命丧淋雨 楚霸王弃盖拔山 因鱼姬头悬盖下 真所谓 生我之门死我户 看得破时忍不过 这样人 岂不是瘦那色的厉害处 说便如此说 这才是二字 从来只没有看得破的 若有那看得破的 便见得堆金机遇 是棺材内带不去的瓦丽泥沙 灌朽素红 是皮囊内装不尽的臭淤粪土 高堂广煞 玉玉琼楼 是坟山上起不得的响堂 锦衣绣熬 胡服雕囚 是窟楼上裹不了的败续 极如那妖姬艳女 献媚公言 看得破的 却如交锋镇上将军叱炸献威风 朱唇浩齿 眼袖回眸 懂得来时 便是阎罗殿前鬼叛业插增恶态 罗袜一弯 金莲三寸 是气焚石破土的敲除 枕上绸缪 背中恩爱 是武殿下油锅中生火 只有那金刚经上两句说得好 他说道 如梦幻泡影 如垫覆如鹿 见得人生在世 一剑也少不得 到了那结束时 一剑也用不着 随着你举顶荡舟的神力 到头来少不得骨软金麻 由着你铜山金谷的奢华 正好时 却又要冰消雪散 假饶你碧月修花的容貌 一到了垂眉落眼 人皆眼鼻而过之 比如你路甲随和的鸡风 若遇着迟冷唇寒 无味如之河也已 倒不如消去六根清净 披上一领袈裟 参透了空色世界 打磨穿生灭机关 直超无上乘 不落实飞科 道得个清闲自在 不像火坑中翻金斗也 正是三寸弃在千般用 一日无常万事修 说话的为何说此一段九色财气的缘故 只为当时有一个人家 先前嫩地富贵 到后来煞甚凄凉 全谋数智 一毫也用不着 亲友兄弟 一个也靠不着 想不过几年的荣华 倒作了许多的花吧 那中又有几个斗宠争强 迎奸卖俏的 岂先好不妖娆五妹 到后来也缅步的失衡灯影 血染空房 正是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天网恢恢 疏而不漏 话说 大宋徽宗皇帝正和年间 山东省东平府清河县中 有一个风流子弟 生得壮貌魁梧 性情潇洒 饶有己贯家资 年纪二十六七 这人父姓西门 单会一个庆子 他父亲西门达 远走穿广泛药材 就在这清河县前 开着一个大大的生药铺 现住着门面 五间到底七进的房子 家中乎奴使臂 罗马成群 虽算不得十分富贵 却也是清河县中一个 殷实的人家 只为这些门达园外 夫妇去世得早 单生这个儿子 却又百般爱惜 听其所为 所以这人不慎读书 终日咸游浪荡 一字父母王后 砖移在外 棉花素柳 惹草招风 学得些好权棒 又会赌博 双路象棋 抹排道字 无不通晓 结识的朋友 也都是些帮贤磨嘴 不守本分的人 第一个最香气的 姓应名伯爵 婊子光侯 原是开仇断铺 婴缘外的第二个儿子 落了本钱 跌落下来 专在本司三院 帮条贴时 因此 人都起他一个魂名 叫做硬花子 又会一腿好气球 双路起子 渐渐皆通 第二个姓谢明西大 自子纯 乃清河为千户 官应喜子孙 自幼父母双亡 游手好闲 把钱承丢了 亦是帮贤秦儿 会一手好琵琶 自这两个与西门庆盛合得来 其余还有几个 都是些破落户 没名气的 一个叫做注实念 婊子共成 一个叫做孙天化 婊子博修 绰号孙寡嘴 一个叫做吴典恩 乃是本宪阴阳生 因是隔退 专仪在县前 与官吏保寨 以此与西门庆往来 还有一个云参将的兄弟 叫做云离首 自飞去 一个叫做长智杰 婊子坚出 一个叫做补志道 一个叫做白赖光 婊子光汤 说这白赖光 众人中也有道 他名字取得不好听的 他却自己解说道 不然我也改了 只为当初取名的时节 原是一个门馆先生 说我姓白 当初有一个什么故事 是白鱼月入五王洲 又说 有两句书是周有大赖 鱼汤有光 取这个意思 所以婊子就叫做光汤 我因他有这段故事 也便不改了 说这一干共识数人 见心门庆手里有钱 又撒曼啃使 所以都乱搓哄着他 耍钱饮酒 调赌其行 正是 把斩贤卑 意气深 凶凶弟弟 意和亲 一朝平地 风波起 此际相交 才见心 说话的 这等一个人家 生出这等一个不孝的儿子 又搭了这等一般 无意有损的朋友 随你怎地豪富 也要穷了 还有甚长进的日子 却有一个缘故 只为这西门庆 生来秉性刚强 做事机身诡诀 又放官吏债 就是那朝中 高 杨 童 蔡四大奸臣 他也有门路 与他近润 所以专在县里 管些公事 与人 拔脚 说事过前 因此满县人都惧怕他 因他排行第一 人都叫他是西门大官人 这西门大官人 先投魂家陈氏早逝 身边只生的一个女儿 叫做西门大姐 就许与东京八十万进军 杨提督的亲家 陈宏的儿子 陈静记为室 尚未过门 只为亡了魂家 无人管理家务 新晋又娶了本县清和左卫 无千户之女 田房为济室 这吴氏年纪二十五六 是八月十五生的 小名叫做月姐 后来嫁到西门庆家 都顺口叫他月娘 却说这月娘秉性贤能 夫主面上百依百岁 房中也有三四个丫鬟妇女 都是西门庆收用过的 又常与沟兰内里娇儿打热 也娶在家里做了第二房娘子 南街又站着柯子卓二姐 明卓的包了些时 也娶来家做了第三房 只为卓二姐身子受窃 时常三病四痛 她却又去飘风戏月 调弄人家妇女 正是 东家歌笑 醉红颜 又向西林 开带宴 几日必逃 花下卧 牡丹开处 总看脸 话说 西门庆一日在家闲坐 对吴岳娘说道 如今是九月二十五日了 初月初三日 却是我兄弟们的会期 到那日 也少不得 要整两席齐整的酒席 叫两个唱的景 自嫩在咱家与兄弟们 好生玩耍一日 你与我料理料理 吴岳娘便道 你也辨别要说起这干人 那一个 室内有良心和行货 无过每日来勾使的 游魂壮尸 我看你自搭了这起人 几时曾有个家里 现今 卓二姐自嫩不好 我劝你把那酒 也少要吃了 西门庆道 你别的话倒也中听 今日这些说话 我却有些不耐烦听他 依你说 这些兄弟们没有好人 使着他 没有一个不依顺的 做事又十分停荡 就是那谢子纯这个人 也不失为个 灵力能事的好人 咱如今 是这等计较吧 只管嫩会来会去 终不着个妾时 咱不如到了会期 都结拜了兄弟吧 明日也有个靠棒些 吴岳娘接过来道 结拜兄弟也好 只怕后日 还是别个靠你的多礼 若要你去靠人 提傀儡而上戏场 还少一口气儿里 西门庆笑道 自嫩常把人靠得着 却不更好了 咱只等应二哥来 与他说这话吧 正说着话 只见一个小丝儿 生得眉清目秀 灵力乖绝 原是西门庆贴身服饰的 幻名戴安儿 走到面前来说 应二叔和谢大叔在外 间谍说话里 西门庆道 我正说他 他却两个就来了 一面走到厅上来 只见应伯爵头上 戴一顶心窥的玄罗帽 身上穿一件 半心不救的 天青夹皱纱褶子 脚下撕鞋镜袜 坐在上手 下手坐的 便是姓谢的谢西大 见西门庆出来 一起立起身来 边盲坐一道 哥在家 连日少看 西门庆让他坐下 一面换茶来吃 说道 你们好人 这几日我心里不耐烦 不出来走跳 你们通不来棒个影 伯爵向西大道 何如 我说哥哥要说理 应对西门庆道 哥 你怪的是 连咱自也不知道 成日忙些什么 自咱们这两只脚 还赶不上一张嘴里 西门庆因问道 你这两日在哪里来 伯爵道 昨日在院中李家瞧了个孩子 就是哥这边二嫂子的侄女儿 贵青的妹子 叫做贵姐 几时而不见他 就出落得好不标致了 到明日成人的时候 还不知怎地样好礼 昨日他妈再三向我说 二爹 千万寻个好子弟疏龙他 敢怕明日还是哥的货礼 西门庆道 有这等事 等咱空闲了去瞧瞧 谢西大接过来道 哥不信 伪得生得十分颜色 西门庆道 昨日便在他家 前几日却在那里去来 伯爵道 便是前日不知道兄弟死了 咱在他家帮着乱了几日 发送他出门 他嫂子再三向我说 叫我拜上哥 成哥这里送了相处店里去 因他没有宽转地方 晚夕又没甚好酒席 不好请哥做的 甚是过不易去 西门庆道 便是我闻得他不好的没多日子 就这等死了 我前日乘他送我一把真金穿衫耳 我正要拿肾答谢答谢 不想他又做了故人 谢西大便叹了一口气道 咱会中兄弟十人 却又少他一个了 音像伯爵说 初月初三日 又是会期 咱没少不得又要凡大官人 这里破费 兄弟们玩耍一日礼 西门庆便道 正是 我刚才正对房下说来 咱兄弟们似这等会来会去 无过只是吃酒玩耍 不着一个窃食 倒不如寻一个寺院里 写上一个书头 结拜做了兄弟 到后日彼此扶持 有个半考 到那日 咱少不得要破些银子 买伴三生 众兄弟也便随多少个出些分资 不是我科派你们 这结拜的事 个人出些 也见些情分 伯爵连忙道 哥说的是 婆儿烧香 当不得老子念佛 各自要尽自的心 只是暗中人们 老鼠尾巴生疮儿 有浓也不多 西门庆笑道 怪狗才 谁要你多来 你说这话 谢西大道 皆拜须得十个方好 如今不知到兄弟没了 却叫谁补 西门庆尘淫了一回 说道 咱这间壁花二哥 原是花太监者 手里啃使一股烂钱 常在院中走动 他家后边院子 与咱家只隔着一层壁耳 与我甚说得来 咱不如叫小丝邀他腰去 英伯爵拍着手道 敢就是在院中 包着无银儿的花子须吗 西门庆道 正是他 伯爵笑道 哥 快叫那个大官邀他去 与他往来了 咱到日后 敢又有一个酒瓦 西门庆笑道 傻花子 你敢害缠牢皮里 说着的是吃 大家笑了一回 西门庆悬叫过戴二来说 你到建壁花家去 对你花二爹说 如此这般 俺爹到了初月初三日 要结拜十兄弟 敢叫我请二爹上会礼 看他怎的说 你就来回我话 你二爹若不在家 就对他二娘说吧 带阿尔应诺去了 伯爵便道 到那日还在哥这里是 还在寺院里好 西大道 咱这里无过只两个寺院 僧家便是永福寺 道家便是玉皇庙 这两个去处 随分那里去罢 西门庆道 这结拜的事 不是僧家管的 那寺里合上 我又不熟 道不如玉皇庙无道观 与我相熟 他那里又宽窄又幽静 伯爵接过来道 哥说的是 敢是永福寺和尚道 和谢家嫂子相好 故要见与他去的 西大笑骂道 老花子 一见正事 说说就放出屁来了 正说孝奸 只见戴阿尔转来了 因对西门庆说道 他二爹不在家 俺对他二娘说来 二娘听了 好不欢喜 说道 既是你西门爹 携带你二爹做兄弟 哪有个不来的 等来家 我与他说 这期一定窜多他来 多拜上爹 又与了小的两件茶室来了 西门庆对音谢二人道 自这花二哥 道好个灵力标志 娘子儿 说必 又拿一盏茶吃了 二人一起起身道 哥 别了吧 咱好去通知众兄弟 就他分子来 哥这里先去与无道观说声 西门庆道 我知道了 我也不留你吧 于是一起送出大门来 英伯爵走了几步 回转来道 那日可要叫唱的 西门庆道 这也罢了 弟兄们说说笑笑 倒有趣些 说必 伯爵举手 和西大一路去了 化修饶舌 年只过了四五日 却是十月初一日 西门庆早起 刚在月娘房里坐的 只见一个才留头的小丝儿 手里拿着个苗巾退光拜侠 走将近来 向西门庆磕了一个头 立起来站在旁边说道 俺是花家 俺爹多拜上西门爹 那日西门爹这边叫大官 请俺爹去 俺爹有失出门了 不曾当面领教的 闻的爹这边 是初三日上会 俺爹特使小的 先送这些分子来 说爹这边 胡乱先用着 等明日爹这里 用过多少派开 该俺爹多少 再不过来变了 西门庆拿起封带一看 签上写着分子一两 变道 多了不消补的 到后日叫爹末往内去 起早就要同众爹上庙去 那小丝儿硬道 小的知道 钢带转身 被吴月娘换住 叫大丫头欲消在石罗里 捡了两件 争苏果馅儿与她 因说道 这是与你当查的 你到家拜上你家娘 你说西门大娘说 迟几日还要请娘 过去做半日而礼 那小丝接了 又磕了一个头 硬着去了 西门庆才打发 花家小丝出门 只见英伯爵家 英宝家这个拜侠 待安尔尹她进来见了 磕了头 说道 俺爹揪了众爹们分资 较小的送来 爹请收了 西门庆取出来看 贡总八封 也不拆看 都交与岳娘 道 你收了 到明日上庙 好凑着买东西 说必 大发应宝去了 立起身 到那边看卓二姐 刚走到座下 只见玉霄走来 说道 娘请爹说话里 西门庆道 怎滴起先不说来 随即又到上房 看见岳娘摊着些纸包在面前 指着笑道 你看这些分子 只有婴儿的是以前二分八成银子 其余也有三分的 也有五分的 都是些红的黄的 倒像金子一般 咱家也曾没见这银子来 收她的野屋个名 不如略还她吧 西门庆道 你也耐烦 丢着吧 咱多的野包补 在乎这些 说着一直往前去了 到了次日出二日 西门庆撑出四两银子 叫家人来兴儿买了一口猪 一口羊 五六檀金花酒和香煮纸闸 积压暗酒之物 又封了五钱银子 宣教了大家人莱宝和戴安儿 来兴三个 送到玉皇庙去 对你吴师父说 俺爹明日结拜兄弟 要劳师父做旨书辞 晚夕就在师父这里散服 凡师父与俺爹预备预备 俺爹明早便来 只见戴安儿去了一会 来回说 已送去了 吴师父说知道了 须于过了初二 四日初三早 西门庆起来梳洗碧 叫戴安儿 你去请花二爹 到咱这里吃早饭 一同好上庙去 一发道应二叔家 叫他催催众人 戴安应诺去 刚请花子虚到来 只见应伯爵和一般兄弟也来了 却正是前头所说的这几个人 围头的便是英伯爵 谢西大 孙天化 祝念石 吴典恩 云离首 常智杰 白赖光 连西门庆 花子虚共成十个 进门来 一齐罗卷坐了一个一 伯爵道 咱时候好去了 西门庆道 也等吃了早饭着 便叫 拿茶来 一念叫 看擦 须于 吃碧早饭 西门庆换了一身衣服 打选衣帽光鲜 一起进往玉皇庙来 不到树里之遥 早望见那座庙门 造得甚是雄俊 但见 便宇挫额 宫墙高耸 正面前起着一座墙门八字 一带兜粉褶色红泥 进里边列着三条 涌道穿纹 四方都汽水横白石 正殿上金碧辉煌 两廊下颜阿俊俏 三清圣祖庄严宝向列中央 太上老君被以青牛居后殿 进入第二重殿后 转过一重侧门 却是无道观的导院 进的门来 两下都是些摇草齐花 苍松翠竹 西门庆抬头一看 只见两边门营上贴着一副对联道 洞府无穷岁月 胡天别有乾坤 上面三间厂厅 却是无道观 朝夕做做功课的所在 当日铺设甚是其整 上面挂的是浩天金雀玉皇上帝 两边列着的子府新官 侧手挂着便是马 赵 温 官四大元帅 当下无道观 却又在京堂外躬身迎接 西门庆一起人进入里边 献茶一霸 众人都起身 四围观看 白赖光斜着长志节手儿 从左边看江过来 一到马元帅面前 见着元帅微风凛凛 相貌堂堂 面上画着三只眼睛 便叫长志节道 哥 这却是怎地说 如今世界 开只眼闭只眼而变好 还经得多出只眼睛 看人破绽里 英伯爵听见 走过来道 呆兄弟 他多只眼看你倒不好吗 众人笑了 长志节便指着下手温元帅道 二哥 这个通身蓝的 却也古怪 敢怕是卢企的祖宗 伯爵笑着猛叫道 吴先生 你过来 我与你说个笑话 那吴道官真个走过来听他 伯爵道 一个道家死去 见了阎王 阎王问道 你是什么人 道者说 是道士 阎王叫判官查他 果戏道士 且无罪孽 这等放他还魂 只见道士转来 路上遇着一个染房中的博士 圆认得的 那博士问道 师父 怎生的转来 道者说 我是道士 所以放我转来 那博士记了 见阎王时 也说是道士 那阎王 叫查他身上 只见伸出两只手来是蓝的 问其何故 那博士打着宣科的声音道 曾与温元帅骚包 说得众人大笑 一面又转过右手来 见下手共这个红脸的 却是官帝 上手又是一个黑面的事 照元潭元帅 身边画着一个大老虎 白赖光指着道 哥 你看这老虎 难道是吃素的 随着人不防事吗 伯爵笑道 你不知 这老虎是他一个亲随的办当而理 解析大听地走过来 伸出舌头道 这等一个办当随着 我一刻也成步的 我不怕他要吃我吗 伯爵笑着向西门庆道 这等亏他怎地过来 西门庆道 却怎地说 伯爵道 子纯一个要吃他的办当随步的 似我们这等七八个 要吃你的随你 却不吓死了你罢了 说着 一骑正大笑时 吴道官走过来 说道 官人们讲这老虎 只按这青河县 这两日好不受这老虎的亏 往来的人也不知吃了多少 就是猎户 也害死了十来人 西门庆问道 是怎地来 吴道官道 官人们还不知道 不然我也不晓得 只因日前一个小徒 到苍州横海郡柴大官人那里去画些钱粮 整整住了五七日 才得过来 按着青河县进着苍州路上 有一条井阳缸 缸上新进出了一个吊金白鹅老虎 时常出来吃人 客商过往 好生难走 必须要成群结伙而过 如今献礼献出着五十两赏钱 要拿它 白拿不得 可怜这些猎户 不知吃了多少献棒礼 白赖光跳起来道 咱今日结拜了 明日就去拿它 也得些银子使 西门庆道 你性命不值钱吗 白赖光笑道 有了银子 要性命怎地 众人奇笑起来 应伯爵道 我再说个笑话 你们听 一个人被虎咸了 他儿子要求他 拿刀 去杀那虎 这人在虎口里叫道 儿子 你省可儿的砍 怕砍坏了虎皮 说着众人哈哈大笑 只见吴道官打点生理停荡 来说道 官人们烧纸吧 一面取出书纸来 说书已写了 只是哪位居长 哪位居次 排列了 好等小道书写尊会 众人一奇道 这自然是西门大官人居长 西门庆道 这还是叙齿 应二哥大如我 是应二哥居长 伯爵伸着舌头道 爷 可不折杀小人罢了 如今年时 只好续些才是 哪里好续齿 若续齿 这还有大如我的理 且是我做大哥 有两件不妥 第一不如大官人 有威有德 众兄弟都服你 第二我原叫做应二哥 如今居长 却又要叫应大哥 躺货有两个人来 一个叫应二哥 一个叫应大哥 我还是应应二哥 应应大哥呢 西门庆笑道 你这走断肠子的 但有这些闲说的 谢息大道 哥 休推了 西门庆再三谦让 被花子虚 应伯爵等一干人 逼勒不过 只得做了大哥 第二便是应伯爵 第三谢息大 第四让花子虚 有钱做了四哥 其余挨次排列 吴道官写完书纸 于是点起香烛 众人依次排列 吴道官伸开书纸 朗生读道 为大宋国 山东 东庭府 清河县信士 西门庆 应伯爵 谢息大 花子虚 孙天化 助念石 云离守 五点恩 长智节 白赖光等 逝日 墓守焚香晴止 福为桃园义众 众心仰慕 而感笑其风 管抱情深 个性追为 而育同其志 旷四海皆可兄弟 其异性不如骨肉 是以捐金正和年月日 迎备朱阳生礼 鸾玉金资 瑞寇斋坛 前程情岛 拜头号天金雀玉皇上帝 五方执日公曹 本县城皇设令 过往一切神之 仗此真相 普同见察 福念庆等生虽异日 死寂同时 其蒙言之永固 安乐与共 鞭配相扶 私地劫以偿心 必富贵常念贫穷 乃始终有所依矣 秦共日亡以月来 亦若天高而地后 福愿自蒙以后 相好无由 更其人人增有勇之年 护护庆无疆之福 凡在时中 全刀覆毙 锦书 正和年月日文书 吴道官独弊 众人拜神一拜 依次又在神前 交拜了八拜 然后送神 焚化前旨 收下福礼去 不义时 吴道官又早叫人 把朱阳卸开 基于国品之类 整理停荡 据是大碗大盘 摆下两桌 西门庆居于首席 其余依次 而坐 无道官侧席相陪 须于 酒过数巡 众人猜眉行令 耍笑哄堂 不必细说 正是 才见扶桑日出 又看西域咸山 最后欠人扶去 树梢心悦弯弯 饮酒热闹间 只见戴安儿来 赴西门庆耳边说道 娘较小的接爹来了 说三娘今日发婚礼 请爹早些家去 西门庆随即立起来说道 不是我摇席破座 为的我第三个小妾十分病重 咱先去修 只见花子虚道 咱与哥同路 咱两个一搭去吧 伯爵道 你两个财主的都去了 丢下俺们怎地 画二哥 你再做回去 西门庆道 他家无人 俺两个一搭里去的事 省和他嫂子疑心 戴安儿道 小的来时 二娘也叫天父儿被马来了 只见一个小厮走近前 巷子虚道 马在这里 娘请爹家去理 于是二人一起起身 向吴道官致谢打脚 与伯爵等举手道 你们自在耍耍 我们去也 说着出门上马去了 单留下这几个脚倒泰山不屑土的 在庙流连痛饮不提 却表西门庆道家 与花子虚别了进来 问吴月娘 卓二姐 怎地发婚来 月娘道 我说一个病人在家 恐怕你搭了这几人 又缠到那里去了 故此叫戴安儿嫩地说 只是 一日日觉得重来 你也要在家看她的事 西门庆听了 往那边去看 连日在家守着不提 却说 光阴过戏 又早是十月初时外了 一日 西门庆证时 小私请太医 诊室着二姐病症 刚走到厅上 只见应伯爵 笑嘻嘻走将近来 西门庆与她坐了医 让她坐了 伯爵道 哥 嫂子病体如何 西门庆道 多分有些不起戒 不知怎地好 因问 你们前日多攒十分财散 伯爵道 成吴道官再三苦留 散时也有二更多天气 咱最得要不得 倒是哥早早来家的便一些 西门庆音问道 你吃了饭不曾 伯爵不好说不曾吃 音说道 哥 你是菜 西门庆道 你敢是吃了 伯爵眼口道 这等猜不着 西门庆笑道 怪狗才 不吃便说不曾吃 有这等张志的 一面叫小私 看饭来 咱与二叔吃 伯爵笑道 不然咱也吃了来了 咱听得一件稀罕的事 来与哥说 要同哥去瞧瞧 西门庆道 什么稀罕的 伯爵道 就是前日吴道官所说的锦阳缸上那只大虫 昨日被一个人一顿拳头打死了 西门庆道 你又来胡说了 咱不信 伯爵道 哥 说也不信 你听着 等我细说 于是首武祖岛说道 这个人有名有姓 姓武名松 排行第二 先前 怎地避难在柴大官人庄上 后来怎地害起病来 病好了 又怎地要去寻他哥哥 过这井阳刚来 怎地遇了这虎 怎地怎地 被他一顿拳脚打死了 一五一时说来 就像是亲贱的一般 又像这只猛虎 是他打的一般 说必 西门庆 摇着头而道 记嫩的 咱与你吃了饭 同去看来 伯爵道 哥 不吃吧 怕误过了 咱们倒不如大街上 酒楼上去做吧 只见来星儿来放桌 西门庆道 对你娘说 叫别要看饭了 拿衣服来我穿 须鱼 换了衣服 与伯爵手 拉着手而同步出来 路上撞着谢西大 笑道 哥们 敢是来看打虎的吗 西门庆道 正是 谢西大道 大街上好挨几步开礼 于是一同到临街 一个大酒楼上坐下 不一时 只听得罗鸣鼓响 众人都一起瞧看 只见一对 对鹰枪的猎户 百江过来 后面便是那打死的老虎 好像紧步带一般 四个人还抬不动 末后一匹大白马上 坐着一个壮士 就是那打虎的这个人 西门庆看了 咬着指头道 你说这等一个人 若没有千百斤水牛般气力 怎能够动他一动儿 这里三个儿饮酒平挺 暗下不提 单表迎来的这个壮士 怎生模样 但见 雄躯凛凛 七尺以上身材 阔面棱棱 二十四五年纪 双目直竖 远望处犹如两点明星 两手握来 进去时好似一双铁队 脚尖飞起 深山虎豹失惊魂 拳手落实 穷古雄蹄皆丧破 头戴着一顶万字头巾 上簪两朵银花 身穿着一领血腥纳凹 踢着一方红锦 这人不是别人 就是应伯爵所说 杨古县的五二郎 只为要来寻他鸽子 不义中打死了这个猛虎 被支县迎请将来 众人看着他迎入县里 却说这时正值支县升堂 武松下马进去 扛着大虫在听前 支县看了武松这般模样 心中自存道 不嫩地 怎打的这个猛虎 便唤武松上厅 参见壁将打虎首尾诉说一遍 两边官吏都吓呆了 支县再听上赐了三杯酒 将库中重土户出纳的赏钱五十两 赐予武松 武松禀道 小人拖来相公福音 偶然侥幸打死了这个大虫 非小人之能 如何感受这些赏赐 众猎户因这畜生 受了相公许多责罚 何不就把赏给三羽众人 也显得相公恩典 支县道 既是如此 认从壮士处分 武松就把这五十两赏钱 在厅上三羽众猎户复去了 支县见他仁德忠厚 又是一条好汉 有心要抬举他 便道 你虽是阳谷县人士 与我这清河县旨在咫尺 我今日就参拟在我县里 做个寻补的都头 专在河东水西秦拿贼道 你意下如何 武松跪谢道 若蒙恩向抬举 小人终身受赐 支县随即换压私立了文案 当日便参武松 做了寻补都头 众里长大户都来与武松 做贺庆喜 连连吃了数日酒 正要回阳谷县去抓寻哥哥 不料又在清河县做了都头 却也欢喜 那时传的东平一府两县 皆知武松之名 正是 壮士英雄 一略方 挺身直上 井阳刚 醉来打死 山中虎 自此声名 波四方 却说武松 一日在街上闲行 只听背后一个人叫道 兄弟 支县相公抬举你 做了寻补都头 怎不看过我 武松回头见了这人 不觉得 心从鹅角眉边出 喜烛欢容笑口开 这人不是别人 却是武松日常间 要去寻他的嫡亲哥哥武大 却说武大自从兄弟分别之后 因时遭积锦 班一在清河县紫石街令房居住 人见他为人懦弱 模样伟睿 起了他个魂名 叫做三寸钉古树皮 俗语言其身上粗糙 头脸窄峡固也 只因他这般软弱朴实 多妻无也 这也不在话下 且说武大无甚生意 终日挑担子出去 街上卖吹饼度日 不幸把魂加固了 丢下个女孩 年方十二岁 名唤盈儿 爷儿两个过火 那销半年光景 又销折了资本 一在大街坊张大户家 临街房居住 张宅家下人见他本分 常看顾他 照顾他依旧卖些吹饼 闲时在铺中坐地 武大无不奉承 因此张宅家下人 个个都欢喜 在大户面前 一例与他说方便 因此大户连房前 也不问武大要 却说这张大户 有万贯家财 百间房屋 年约六旬之上 身边寸男池女皆无 妈妈于是 主家严厉 房中并无清秀石女 只因大户时常 拍胸叹气道 我许大年纪 又无儿女 虽有几贯家财 中和大用 妈妈道 既然如此说 我叫梅人替你买两个石女 早晚习学谈唱 服侍你便了 大户听了大喜 谢了妈妈 过了几时 妈妈果然叫梅人来 与大户买了两个石女 一个叫做潘金莲 一个换做白玉莲 玉莲年方二八 岳户人家出身 生得白净小巧 这潘金莲 却是南门外攀财的女儿 排行六姐 因她自幼生的有些姿色 缠得一双好小脚 所以就叫金莲 她父亲死了 做娘的度日不过 从九岁迈在王昭轩府里 习学谈唱 闲长又教她读书写字 她本性畸变伶俐 不过十二三 就会描眉化眼 腹粉诗诸 品竹谈丝 女工真指 只输识字 输一个缠继儿 这一件扣身衫子 作章作制 瞧母瞧样 到十五岁的时节 王昭轩死了 潘妈妈争将出来 三十两银子 转卖于张大户家 与玉莲同时进门 大户教她习学弹唱 金莲园自会的 甚是省力 金莲学琵琶 玉莲学争 这两个同房歇卧 主家婆于世初时甚是抬聚二人 与她金银首饰装束身子 后日不料 白玉莲死了 只落下金莲一人 长成一十八岁 初落的脸衬桃花 眉弯心悦 张大户没要收她 只爱主家婆厉害 不得到手 一日主家婆临家复习不在 大户按把金莲换至房中 随收用了 正是 墨亚天台 相见晚 流浪还是老流浪 大户自从收用金莲之后 不觉身上添了四五件病症 端的哪五件 第一腰变天疼 第二眼变天泪 第三耳变天龙 第四鼻变天涕 第五尿变天堤 自有了这几件病后 主家婆颇知其事 与大户嚷骂了数日 将金莲百般苦打 大户知道不容 却赌气倒赔了房帘 要寻嫁的一个相应的人家 大户家下人都说五大中后 见吴七小 又住着宅内房 堪坷与他 这大户早晚还要看去此女 因此不要五大一文钱 白白地嫁与他为妻 这五大自从娶了金莲 大户甚是看顾他 若五大没本钱做吹饼 大户私与他银两 五大若挑大而出去 大户后无人 便学入房中与金莲私会 五大虽一时壮健 原是他的行货 不敢生言 招来穆网 也有多时 忽一日 大户得患因寒病争 乌户死了 主家婆查知其事 怒令家童将金莲 五大时时赶出 五大故此遂寻了 子时街西王皇亲房子 立内外两间居住 依旧卖吹饼 原来这金莲自驾五大 见他一位老实 人物猥琐 甚是曾贤 常与他和气 抱怨大户 普天世界断生了男子 何故将我驾驭这样个活 每日牵着不走 打着倒退的 只是一位吃酒 这紧触却是追拔也不动 奴端的那是李悔气 却嫁了他 是好苦也 常无人处 唱个山坡羊 为正 想当初 因缘错配 奴把你当男儿汉看去 不是奴自己夸奖 他乌鸦怎配鸾奉队 奴真金子埋在土里 他是块高浩铜 怎与矮金色比 他本事快完时 有圣福抱着我羊之玉体 好似粪土上长出灵芝 奈何 随他怎样 到底奴心不美 听之 奴是块金砖 怎比泥土鸡 看官听说 但凡世上妇女 若自己有几分颜色 锁柄伶俐 配个好男子便罢了 若是五大这般 虽好杀 也未免有几分增弦 自古家人才子相配着的少 买金偏壮不着卖金的 五大每日自挑丹儿出去卖炊饼 到晚方归 那妇人每日打发五大出门 只在帘子下颗瓜子儿 一静把那一对小金莲 固露出来 勾引福浪子弟 日竹在门前弹壶搏瓷 撒谜语 叫唱 一块好羊肉 如何落在狗嘴里 由四华的言语 无般不说出来 因此 五大在紫石街又住不牢 要往别处搬移 与老婆商议 妇人道 贼馄饨不小事的 你令人家房住 浅房浅屋 可知有小人罗造 不如添几两银子 看相应的 点上他两间柱 却也气概些 免受人欺武 五大道 我哪里有钱点房 妇人道 呸 酌材料 你是个男子汉 倒百步不开 常骄老娘受气 没有银子 把我的差书凑半了去 有何难处 过后有了再置不迟 五大听老婆这般说 当下凑了十数两银子 点得县门前楼上下 两层四间房屋居住 第二层是楼 两个小小院落 甚是干净 五大自从搬到县西街上来 照就卖吹饼过活 不想这日撞见自己敌亲兄弟 当日兄弟相见 心中大喜 一面邀请到家中 让至楼上坐 房里换出金莲来 与五松相见 因说道 前日景阳刚上打死大虫的 便是你的小叔 金心冲了都头 是我一母同胞兄弟 那妇人插手向前 便道 叔叔万福 五松失礼 倒身下拜 妇人扶住五松道 叔叔请起 折杀奴家 五松道 扫扫受礼 两个相让了一回 都平磕了头起来 少请 小女迎儿拿茶 二人吃了 五松见妇人十分妖娆 只把头来逼着 不多时 五大安排酒饭 款待五松 说话中间 五大下楼买酒菜去了 丢下妇人 独自在楼上陪五松坐地 看了五松身材凛凛 相貌堂堂 又想他打死了那大虫 毕竟有千百斤气力 口中不说 心下思量道 一母所生的兄弟 怎生我家那身不满齿的丁树 三分四人七分四鬼 奴纳势力遭温撞着他来 如今看起五松这般人壮见 何不叫他搬来我家住 想这段姻缘却在这里了 于是一面堆下笑来 问道 叔叔你如今在哪里居住 每日饭食谁人整理 五松道 五二心冲了都头 逐日答应上司 别处住不方便 胡乱在县前寻了个下厨 每日拨两个土兵服饰做饭 妇人道 叔叔何不搬来家里住 省得在县前土兵服饰做饭阿扎 一家里住 早晚要些汤水吃食 也方便些 就是奴家亲自安排 与叔叔吃 也干净 五松道 申谢嫂嫂 妇人又道 莫不别处有婶婶 可请来私会 五松道 五二并不曾婚娶 妇人道 叔叔青春多少 五松道 虚度二十八岁 妇人道 原来叔叔道长奴三岁 叔叔金帆从哪里来 五松道 在苍州住了一年有余 只想哥哥在旧房居住 不到宜在这里 妇人道 一言难尽 自从嫁得你哥哥 吃他推善了 被人欺负 才到这里来 若是叔叔这般雄壮 谁敢道个不自 五松道 家兄从来本分 不似五松撒泼 妇人笑道 怎必颠倒说 长眼 人无刚强 安身不长 奴家平生性快 看不上那三打不回头 四打和伸转的 五松道 家兄不惹祸 免得扫扫忧心 二人在楼上 一地一句地说 有诗为证 书扫平宗 得偶逢 娇饶偏城 秀怡荣 撕心便欲 成欢会 按把邪言 调五松 话说 金莲陪着五松 正在楼上 说话未了 只见五大 买了些肉菜 裹饼归家 方在厨 走上楼来 叫道 大嫂 你且下来择个 那妇人应道 你看那不小事的 叔叔在此 无人陪侍 却教我撇了下去 五松道 嫂嫂请方便 妇人道 何不去兼婢 请王干娘来安排 只是这般不见辩 五大便自去 养了兼婢王婆来 安排端正 都拿上楼来 摆在桌子上 无非是些鱼肉果菜 点心之类 随即烫酒上来 五大叫妇人 做了主位 五松对席 五大打横 三人坐下 把酒来针 五大筛酒在个人面前 那妇人拿起酒来道 叔叔羞怪 眉慎管带 请杯水酒 五松道 感谢嫂嫂 修这般说 五大只顾上下筛酒 那妇人笑容可拘 满口而叫 叔叔 怎地肉果儿 也不减一柱儿 减好的地将过来 五松是个直性的汉子 只把坐亲扫扫相待 谁知这妇人是个使女出身 惯会小翼儿 亦不想这妇人一片引人心 那妇人陪五松吃了几杯酒 一双眼只看着五松的身上 五松吃她看不过 只得倒低了头 吃了一些 酒懒了 便起身 五大道 二哥没事 再吃几杯去 五松道 生寿 我再来望哥哥扫扫吧 都送下楼来 出的门外 妇人便道 叔叔是必上心搬来家里住 若是不搬来 俺两口 也吃别人笑话 亲兄弟难比别人 与我们争口气 也是好处 五松道 既是扫扫后裔 今晚有行李便取来 妇人道 奴这里等候李 正是 满前也亿 无人时 几点必逃 春自开 金瓶梅 第二回 翘潘娘连下勾情 老王婆茶方说祭 幽兔笑谈 制作 此约 福荣面 冰雪鸡 生来拼亭 年已鸡 鸟鸟 以门鱼 梅花半寒蕊 四开环壁 初见连边 羞涩环流柱 再过楼头 款皆多欢喜 行也宜 立也宜 坐也宜 微旁更相宜 话说 当日五松来到县前客店内 收拾行李铺盖 交士兵挑了 引到歌家 那妇人见了 强如石德金宝一般欢喜 选打扫一间房 与五松安顿停荡 五松吩咐士兵回去 当晚就在歌家歇宿 四日早起 妇人也慌忙起来 与他烧汤敬面 五松书喜果泽 出门去县里画毛 妇人道 叔叔画了毛 早些来家吃早饭 休去别处吃了 五松硬地去了 到县里画毛已毙 伺候了一早晨 回到家 那妇人又早起起整整 安排下饭 三口同吃了饭 妇人双手便捧一杯茶来 递于五松 五松道 叫嫂嫂生寿 五松寝食不安 明日拨个士兵来食换 那妇人连声教导 叔叔却怎生这般计较 自家骨肉 又不服侍了别人 虽然有这小丫头盈儿 奴家见她拿东拿西 蝶里蝶鞋也不靠她 就是拨了士兵来 那丝上锅上造不干净 奴眼里也看不上这等人 五松道 嫩得却生受扫扫了 有失为证 五松已表 其风流 扫扫银心 不可收 笼络归来 家里住 相思长字 看清愁 化修续凡 自从五松搬来歌家里住 取些银子出来 与五大 买饼散茶果 请那两边连设 兜兜分子来与五松人情 五大又安排了回席 不在话下 过了数日 五松取出一匹彩色段子 与扫扫做衣服 那妇人堆下笑来 便道 叔叔如何使得 既然赐予奴家 不敢推辞 只得接了 道个万福 自此五松旨在歌家素歇 五大一前上街挑卖吹饼 五松每日自去县礼 乘菜应事 不论归迟归早 妇人炖茶炖饭 欢天喜地服侍五松 五松倒绝过意不去 那妇人时常把些言语来拨他 五松是个硬心的直汉 有话极长 无话极短 不绝过了一月有余 看看十一月天气 连日朔风景起 只见四下铜云密布 又早纷纷扬扬 飞下一天锐雪来 好大雪 怎见得 但见 万里铜雪密布 空中锐翔飘莲 穷花片片 五千眼 善兮当此祭 如质子游传 请客楼台 都压倒 江山银色相连 飞檐撒粉 漫连天 当时吕蒙正 摇内探无前 当日这雪下到一更时分 却早银庄世界 欲念乾坤 四日五松去县里化毛 直到日中未归 五大被妇人早赶出去做买卖 央吉尖碧王婆买了些酒肉 去五松房里醋了一盆炭火 心里自想到 我今日着实撩斗她一动 不怕她不动情 那妇人独自冷冷清清立在帘下 望见五松正在雪里 踏着那乱穷岁域归来 妇人推起帘子迎着笑道 叔叔寒冷 五松道 感谢嫂嫂挂心 入的门来便把詹丽儿除江下来 那妇人将手去接 五松道 不劳嫂嫂生寿 自把雪来浮了 挂在壁子上 随即解了缠带 脱了身上 鹰戈绿柱丝纳袄 入房内 那妇人便道 奴等了一早晨 叔叔怎地不归来 吃早饭 五松道 早间有一香食请我吃饭 却才又有作悲 我不耐烦 一直走到家来 妇人道 记嫩地 请叔叔向火 五松道 正好 便脱了油靴 换了一双袜子 穿了暖鞋 多条凳子 自进火盆边坐地 那妇人早令婴儿 把前门上了栓 后门也关了 却搬些煮熟菜书 入房里来 摆在桌子上 五松问道 哥哥哪里去了 妇人道 你哥哥出去买卖未回 我和叔叔自吃三杯 五松道 一发等哥来家吃 也不迟 妇人道 哪里等的她 说由未了 只见盈儿小女 早暖了一炷酒来 五松道 又叫扫扫费心 妇人也多一条凳子 进火边坐了 桌上摆着杯盘 妇人拿斩酒情在手里 看着五松道 叔叔满银此杯 五松接过酒去 一饮而尽 那妇人又筛一杯酒来 说道 天气寒冷 叔叔饮过成霜的盏儿 五松道 扫扫自请 接来又一饮而尽 五松却筛一杯酒 递与妇人 妇人接过酒来瞎了 却拿柱子 再斟酒放在五松面前 那妇人一静 将苏兄微露 云环半裸 脸上堆下笑来 说道 我听了人说 叔叔在县前街上 养着歌唱的 有这话吗 五松道 扫扫修听别人胡说 我五二 从来不是这等人 妇人道 我不信 只怕叔叔口头不似心头 五松道 扫扫不信时 只问哥哥就是了 妇人道 哎呀 你休说他 哪里晓得甚吗 如在醉生梦死一般 他若知道时 不卖吹饼了 叔叔且请杯 连筛了三四杯饮过 那妇人也有三杯酒落度 轰动春心 哪里按捺得住 欲心如火 只把闲话来说 五松也知落 八九分 自己只把头来低了 却不来兜揽 妇人起身去烫酒 五松自在房内 却拿火柱促火 妇人良久暖了一柱子酒来 到房里 一只手拿着柱子 一只手便去五松 肩上纸一捏 说道 叔叔只穿这些衣裳 不寒冷吗 五松已有五七分不自在 也不理他 妇人见他不应 提手就来夺火柱 口里道 叔叔你不会促火 我与你拨火 只要一次火盆来热便好 五松有八九分焦躁 只不作声 这妇人也不看五松焦躁 便丢下火柱 却晒一杯酒来 自瞎了一口 剩下半盏酒 看着五松道 你若有心 吃我这半盏而残酒 五松提手夺过来 扑在地下说道 嫂嫂不要嫩得不实羞耻 把手指一推 争歇而把妇人推了一跤 五松睁起眼来说道 五二是个顶天立地 琴齿待发的男子汉 不是那等败坏 风俗伤人伦的猪狗 嫂嫂修药这般不实羞耻 唯此等得够大 唐有风吹草动 我五二眼里认的是嫂嫂 拳头却不认的是嫂嫂 妇人吃他几句抢得通红了面皮 便叫银儿收拾了叠斩家伙 口里说道 我自作耍子 不值得 便当真起来 好不识人静 收了家伙 自网除下去了 正是 落花有意 随流水 流水无情 恋落花 这妇人剑勾搭武松不动 反被他抢白了一场 武松自在房中气愤愤 自己寻思 天色却是身排十分 武大挑着丹尔 大雪里归来 推门进来 放下丹尔 进的里间 见妇人一双眼哭得红红的 便问道 你和谁闹来 妇人道 都是你这步步争气的 教外人来欺负我 武大道 谁敢来欺负你 妇人道 情知是谁 争奈五二纳斯 我见他大雪里归来 好意安排些酒饭 与他吃 他见前后没人 便把言语来调戏我 便是迎耳眼见 我不赖他 武大道 我兄弟不是这等人 从来老实 修要高声 起临舍听见笑话 武大偏了妇人 便来五二房里叫道 二哥 你不曾吃点心 我和你吃些个 武松只不作声 寻思了半晌 一面出大门 武大叫道 二哥 你哪里去 也不答应 一直只顾去了 武大回到房内 问妇人道 我叫他又不应 只顾望县里 那条路去了 正不知怎地了 妇人骂道 贼混吞虫 有甚难见处 那私休了 没脸见你 走了出去 我猜他一定 叫人来搬行李 不要在这里住 却不到你留他 武大道 他搬了去 虚起别人笑话 妇人骂道 混沌亡两 他来调戏我 道 不起别人笑话 你要辫子和他过去 我却坐不得这样人 你与了我 一纸修书 你自留他变了 武大哪里敢再开口 被这妇人倒数 骂了一顿 正在家两口儿续锅 只见武松引了个士兵 拿着条扁担 进来房内收拾行李 便出门 武大走出来 叫道 二哥 做什么便搬了去 武松道 哥哥不要问 说起来装你的幌子 只有我自去便了 武大哪里再敢问被戏 由武松搬了出去 那妇人在里面 喃喃喃喃骂道 却也好 只倒是亲难转债 人不知道 一个兄弟做了都头 怎滴养活了哥嫂 却不知反来咬嚼人 正是花木瓜空好看 搬了去 道谢天地 且得冤架离眼睛 武大见老婆这般言语 不知怎地了 心中反是放不下 自从武松搬去县前客店速歇 武大自一前上街卖吹饼 本大要去县前寻兄弟说话 却被这妇人千叮万主 吩咐交不要去兜揽他 因此武大不敢去寻武松 说这武松自从搬离鸽家 年旨不觉雪晴 过了十数日光景 却说本县之县自从道任以来 却得二年有余 转得许多金银 要是一心妇人送上东京清卷处收记 三年任满朝晋 打点上司 一来却怕路上小人 需得一个有力量的人去方好 蒙可想起都头武松 需得此人方了得此事 当日就换武松到衙内商议道 我有个亲戚在东京城内做官 兴朱明免 见坐殿前太尉之职 要送一袋礼物 捎封书去问安 只恐途中不好行 若得你去方可 你修推辞辛苦 回来我自重赏 武松应道 小人得蒙恩向抬举 安敢推辞 既蒙差遣 直此便去 支县大喜 赏了武松三杯酒 十两路费 不在话下 且说武松领了支县的言语 出的县门来 到下处 叫了士兵 却来街上买了一瓶酒 并菜书之类 进到武大家 武大却街上回来 见武松在门前坐地 教士兵去除下安排 那富人渔情不断 见武松把江九十来 心中自私 默不这丝丝想我了 不然却又回来怎地 到日后 我且慢慢问他 富人便上楼去重云粉面 在整云环 换了些颜色衣服 来到门前迎接武松 富人拜道 叔叔不知怎地错见了 好几日并不上门 叫奴夕礼 没礼会处 今日再喜的叔叔来家 没事坏钞做什么 武松道 武二有句话 特来要与哥哥说之 富人道 既如此 请楼上坐 三个人来到楼上 武松让哥嫂上手坐了 他便多物质打横 士兵摆上酒 并阿饭一起拿上来 武松劝哥嫂吃 富人便把眼来缩武松 武松只顾吃酒 酒至述寻 武松问盈儿讨付劝杯 叫士兵筛一杯酒拿在手里 看着武大道 大哥在上 武二今日 蒙之县相公拆往东京干事 明日便要启程 多是两三个月 少是一月便回 有句话特来和你说 你从来为人懦弱 我不在家 恐怕外人来欺负 假如你每日卖食扇农吹饼 你从明日为食 只坐五扇农吹饼出去 每日迟出早归 不要和人吃酒 归家变下了帘子 早闭门 省了多少是非口舌 若是有人欺负你 不要和他争执 带我回来 自和他理论 大哥你依我食 满银此杯 武大接了酒道 兄弟见得事 我都依你说 吃过了一杯 武松再珍第二盏酒 对那妇人说道 嫂嫂是个精细的人 不必要武松多说 我的哥哥为人质朴 全靠嫂嫂做主 常言表状不如礼状 嫂嫂把得家定 我哥哥烦恼做什么 岂不闻古人云 离老犬不入 那妇人听了这句话 一点红从耳边起 须与子丈了面皮 指着武大骂道 你这个混沌东西 有甚言语在别处说 来欺负老娘 我是个不带头巾的男子汉 叮叮当当响的婆娘 拳头上也立的人 胳膊上走的马 不是那伟浓血术 不出来憋 老娘自从嫁了武大 真个蚂蚁 不敢入屋里来 什么篱笆 不老犬而钻的入来 你休胡言乱语 一句句都要下落 丢下一块瓦砖儿 一个个也要着地 武松笑道 若得嫂嫂做主 最好 只要心口相应 既然如此 我武松都记得 嫂嫂说的话了 请过此杯 那妇人一手推开酒盏 一直跑下楼来 走到在湖梯上发话道 既是你聪明伶俐 恰不到长嫂为母 我出嫁武大时 不曾听得有甚小书 哪里走得来 是亲不是亲 便要做桥加工 自是老娘晦气了 偏撞着这许多鸟事 一面哭下楼去了 正是 苦口两眼 剑劝多 金莲怀恨 起风波 自家黄馈 难存作 弃杀英雄 小二哥 那妇人做出许多乔章志来 武大 武松吃了几杯酒 坐不住 都下得楼来 弟兄撒泪而别 武大道 兄弟去了 早早回来 和你相见 武松道 哥哥 你便不做买卖也罢 只在家里做的 弹颤 兄弟自差人送予你 临行 武松又吩咐道 哥哥 我的言语休要忘了 在家仔细门户 武大道 李慧得了 武松辞了武大 回到县前下处 收拾行装 并防身气血 四日领了支县礼物 金银驼舵 讨了矫程 起身上路 往东京去了 不提 只说武大 自从兄弟武松说了去 整整吃那婆娘 骂了三四日 武大忍生吞气 由他自骂 只依兄弟言语 每日只做一半吹饼出去 未晚便回来 歇了丹尔 便先去除了帘子 关上大门 却来屋里坐的 那妇人看了这般 心内焦躁 骂道 不时时着悟 我倒不曾见 日头在半天里便把牢门关了 也吃林社家笑话 说我家怎生进鬼 听信你兄弟说 空生着卵鸟嘴 也不怕别人笑耻 武大道 由他笑也罢 我兄弟说的是好话 省了多少是非 被妇人催在脸上道 呸 啄东西 你是个男子汉 自不做主 却听别人调遣 武大咬手道 由他 我兄弟说的是金石之语 原来武松去后 武大每日只是验出早归 到家便关门 那妇人气生气死 和他合了几场气 落后闹惯了 自此妇人约莫武大归来时分 先自去收帘子 关上大门 武大见了 心里自也暗喜 寻思道 嫩得却不好 有失为证 甚是关门并早归 眼前恩爱格摧尾 春心一点如丝乱 人所牢笼总是虚 白居过戏 日月如梭 才见眉开蜡底 又早天气回扬 一日 三月春光明媚时分 金脸打扮光鲜 单等武大出门 就在门前连下站立 约莫将即 他归来时分 便下了帘子 自去房内做的 一日 也是何当有事 却有一个人 从帘子下走过来 自古没巧不成话 姻缘何当凑着 妇人正手里 拿着插杆放帘子 忽被一阵风将插杆刮倒 妇人手情不劳 不端不正 却打在那人头上 妇人便慌忙陪笑 把眼看那人也有二十五六年纪 生得十分浮浪 头上戴着英子帽 金玲珑丹 金颈玉栏杆圈 长腰材 身穿绿罗者耳 脚下细节底沉桥鞋耳 清水布袜耳 手里摇着洒金穿衫耳 月显出张生般旁耳 攀安的帽耳 可疑的人风风流流从帘子下丢雨个眼色 这个人被插杆打在头上便立住了脚 但要发作时回过脸来看 却不想是个美貌妖娆的妇人 但见她黑枕枕在压铃的病儿 脆弯弯的心悦的梅耳 香喷喷樱桃口 直隆隆穹摇比儿 粉浓浓红艳散 娇滴滴银盆脸 青鸟鸟花朵身 玉仙仙葱之首儿 一年年杨柳腰 软浓浓粉白度 窄星星间翘角 肉奶奶胸儿 白生生腿 更有一件锦啾啾 白仙仙 黑阴阴 正不知是什么东西 观不尽这妇人容貌 且看她怎生打扮 但见 头上戴着黑油油 头发纠际 一镜礼直出香云 周围小簪而齐插 携带一朵病头花 抬草书而厚压 难描画 柳叶眉衬着两朵桃花 玲珑坠儿最堪夸 路来苏欲凶无价 毛青不大 绣山儿 又短衬香裙碾卷杀 铜花汉金儿 绣口边搭腊 香带儿身边低卦 抹胸儿重重扭扣 香喉下 往下看肩翘翘金莲小角 云头翘击山鸭 鞋儿白灵高底 不相沉天趁灯踏 红纱西裤扣樱花 行坐处风吹裙胯 口里常喷出 异香蓝舍 樱桃口笑脸生花 人见了魂飞破丧 卖弄杀撬冤家 那人一见 先自苏了半边 那怒气早已钻入找挖国去了 便做笑隐隐脸 这妇人情之不适 插手望他深深拜了一拜 说道 奴家一时被封失守 物重观人 休怪 那人一面把手整头巾 一面把妖曲着地还诺道 不妨 娘子请方便 却被这间壁住的卖茶王婆子看见 那婆子笑道 误得谁家大官人打着屋檐下过 打得正好 那人笑道 倒是我的不是 一时冲撞 娘子休怪 妇人答道 官人不要贱责 那人又笑着大大地唱个诺 回应道 小人不敢 那一双几年招花惹草 惯去风情的贼眼 不离这妇人身上 临去也回头了七八回 方一直摇摇摆摆 遮着扇儿去了 风日晴河漫出游 偶从连下时娇羞 只因临去秋波转 惹起春心不自由 当时妇人见了那人生的风流浮浪 语言甜静 更加几分留恋 倒不知此人姓甚名谁 何处居住 她若没我情意时 临去也不回头七八遍了 却在帘子下眼巴巴地看不见那人 方才收了帘子 关上大门 归房去了 看官听说 这人你倒是谁 却原来正是那朝风弄月的班头 石翠寻香的元帅 开生药铺复姓西门 单会一个庆字的西门大官人便是 只因他第三房妾卓二姐死了 发送了当 心中不乐 出来街上行走 要寻鹰伯爵到哪里去散心耍子 却从这五大门前经过 不想撞了 这一下子在头上 却说 这西门大官人 自从帘子下见了那妇人一面 到家寻思道 好一个词儿 怎能够得手 猛然想起那间弊卖茶王婆子来 堪坷如此如此 这般这般 撮合得此事成 我破费几两银子谢她 也不直慎的 于是连饭也不吃 走出街上咸游 一直竟学入王婆茶坊里来 便去里边水帘下坐了 王婆笑道 大官人却才唱的好个大肥诺 西门庆道 干娘 你且来 我问你 兼壁这个词儿是谁的娘子 王婆道 她是阎罗大王的妹子 武道将军的女儿 问她怎地 西门庆道 我和你说正话 休要取笑 王婆道 大官人怎地不认的 她老公便是现前卖熟食的 西门庆道 莫不是卖枣糕徐三的老婆 王婆摇手道 不是 若是她 也是一段 大官人再猜 西门庆道 敢是卖古舵的李三娘子儿 王婆摇手道 不是 若是她 倒是一双 西门庆道 莫不是花胳膊留小二的婆 王婆大笑道 不是 若是她时 又是一段 大官人再猜 西门庆道 干娘 我其实猜不着了 王婆哈哈笑道 我好叫大官人得知了吧 她的盖老便是街上卖炊饼的五大郎 西门庆听 低脚笑道 莫不是人叫她三寸钉 古树皮的五大吗 王婆道 正是她 西门庆听了 叫其苦来 说是 好一块羊肉 怎生落在狗口里 王婆道 便是这般故事 自古骏马却驼吃汗走 每期长半桌敷眠 月下老篇这等配合 西门庆道 干娘 我少你多少茶果钱 王婆道 不多 由她 些些时却算不妨 西门庆又道 你儿子王朝 跟谁出去了 王婆道 说不得 跟了一个怀上客人 至今不归 又不知死活 西门庆道 却不教她跟我 那孩子 倒乖绝伶俐 王婆道 若得大官人抬举她时 十分之好 西门庆道 带她归来 却在计较 说必 坐泄起身去了 约莫未及两个时辰 又学将来王婆门首 连边坐的 朝着五大门前半歇 王婆出来道 大官人 吃个梅汤 西门庆道 最好多加些酸味 王婆做了个梅汤 双手递与西门庆吃了 将斩子放下 西门庆道 甘娘 你这梅汤做得好 有多少在屋里 王婆笑道 老身做了一室梅 拿讨不在屋里 西门庆笑道 我问你这梅汤 你却说做梅 差了多少 王婆道 老身只听的大官人问这梅 做得好 西门庆道 甘娘 你既是撮河山 也与我做头梅 说头好亲事 我自重重谢你 王婆道 看这大官人做戏 你宅上大娘子得知 老婆子这脸上 怎吃的那耳瓜子 西门庆道 我家大娘子最好性格 见今 也有几个身边人在家 只是没一个重得我义的 你有这般好的 与我主张一个 便来说也不妨 若是回头人也好 只是要重得我义 王婆道 前日有一个道好 只怕大官人不要 西门庆道 若是好时 与我说成了 我自重谢你 王婆道 生得十二分人才 只是年纪大些 西门庆道 自古半老家人可供 便差一两岁 也不打紧 真个多少年纪 王婆道 那娘子是丁亥生 属猪的 焦西年 却九十三岁了 西门庆笑道 你看这封婆子 只是扯着封莲取笑 说必 西门庆笑着起身去 看看天色晚了 王婆恰才点上灯来 正要关门 只见西门庆 又学将来 竟去帘子底下 凳子上坐下 朝着五大门前 只顾江眼缩望 王婆道 大官人吃个和和汤 西门庆道 最好 干娘放甜些 王婆连忙取义中 来与西门庆吃了 坐到晚西 起身道 干娘 寄了账目 明日一发 还钱 王婆道 由她 福为安智 来日再寝过论 西门庆笑了去 道家甚是寝食不安 一片心 只在妇人身上 就是她大娘子月娘 见她这等 失张失智的 直到 未死了 卓二姐的缘故 到梅座里会处 当晚无话 四日清晨 王婆恰才开门 把眼看外时 只见西门庆 又早在街前来回学走 王婆道 这刷子学得紧 你看我这些甜糖 抹在这丝鼻子上 教她抵不着 那思泉讨县里人便宜 且教她来老娘手里那些饭钞 嫌她几个风流前使 原来 这开茶坊的王婆 也不是守本分的 便是今年通殷勤 做媒婆 做卖婆 做衙婆 又会收小的 也会抱腰 又善放雕 端得看不出这婆子的本事来 弹剑 开言七路甲 出口圣随和 只凭说六国唇枪 权杖化三旗舌剑 支鸾姑凤 煞世间交账成双 寡妇观难 一席话搬说百对 劫使三里门内女 遮莫久归殿中先 玉皇殿上弑香金童 把臂拖来 往母宫中传言玉女 拦腰抱住 略是奸计 使阿罗汉抱住比丘尼 采用机关 交礼天王 搂定鬼子母 天言说诱 男如风射 也生心 软语调和 女似麻姑须乱性 藏头鹿尾 窜多淑女害相思 送暖偷寒 调弄嫦娥偷汉子 这婆子正开门 在茶橘子里整理茶锅 张见西门庆学过几遍 奔入茶橘子水帘下 对着五大门手 不住拔眼指望帘子里瞧 王婆只推不看见 只顾在茶橘子内山火 不出来问茶 西门庆叫道 干娘 点两杯茶来我吃 王婆应道 大官人来了 连日少见 且请坐 不多时 便浓浓点两盏稠茶 放在桌子上 西门庆道 干娘 相陪我吃了茶 王婆哈哈笑道 我又不是你影射的 如何陪你吃茶 西门庆也笑了 一会便问 干娘 煎地卖的是什么 王婆道 她家卖的脱肩阿满子 干把子肉 翻包着菜肉扁食角 窝窝哈里面 热烫温和大拉苏 西门庆笑道 你看这封婆子 只是封 王婆笑道 我不封 她家自有亲老公 西门庆道 我和你说正话 她家如法做的好炊饼 我要问她买四五十个拿的家去 王婆道 若要买炊饼 少见等她接上回来买 和销上门上户 西门庆道 干娘说的是 吃了茶 坐了一回 起身去了 两酒 王婆在茶局里冷眼张着 她在门前学过冬 看一看 又转西去 又复一复 一连走了七八遍 少请 进入茶房里来 王婆道 大官人侥幸 好几日不见面了 西门庆便笑将起来 去身边摸出一两一块银子 必与王婆 说道 干娘 全且收了做茶钱 王婆笑道 何销得许多 西门庆道 多者干娘只顾收着 婆子按道 来了 这刷子当败 且把银子收了 到明日与老娘做房钱 便道 老申看大官人像有些新事的一般 西门庆道 如何干娘便猜得早 婆子道 有甚难猜处 自古入门修问荣枯事 观着荣言便得知 老申一样敲起古怪的事 不知猜够多少 西门庆道 我这一件心上的事 干娘若猜得早时 便输于你五两银子 王婆笑道 老申也不销三至五猜 只一致便猜个重结 大官人你将耳朵来 你这两日脚步而勤 赶衬的贫 一定是记挂着剑壁那个人 我这猜如何 西门庆笑将起来道 干娘端得智赛随和 鸡墙路甲 不瞒干娘说 不知怎地 吃她那日插帘子 十见了一面 恰似收了我三魂六魄的一般 日夜只是放她不下 到家茶饭懒吃 做事没入脚处 不知你会弄手段吗 王婆哈哈笑道 老申不瞒大官人说 我家卖茶 叫做鬼打羹 三年前六月初三日下大雪 那一日卖了个泡茶 直到如今不发誓 只靠些杂衬养口 西门庆道 干娘 如何叫做杂衬 王婆笑道 老申自从三十六岁 没了老公 丢下这个小丝 没得过日子 迎头儿跟着人说没 此后懒人家些衣服卖 又与人家抱腰收小的 闲长也会做牵头 做马百六 也会针灸看病 西门庆听了 笑将起来 我并不知干娘有如此手段 端帝与我说 这件事 我便送十两银子 与你做棺材本 你好教这词儿会我一面 王婆便呵呵笑道 我自说耍 官人怎便认真起来 你也 且看下回分解 有诗为证 西门浪子 一猖狂 死下功夫 戏女娘 窥杀卖茶 王老母 生娇巫女 会相亡 金平梅 第三回 定哀光 王婆受贿 射圈套 浪子私挑 幽兔笑谈 制作 诗约 炸队不相识 徐思似有情 悲浅交一面 花底练霜精 缩亚 精心态 含糊 闷就名 应含 金叶竹 心意 己交恒 话说 西门庆阳 王婆 一心要会 那词儿一面 便道 干娘 你端地 与我说 这件事成 我便送 十两银子 与你 王婆道 大官人 你听我说 但凡 哀光的两个字 最难 怎地是哀光 比如如今 俗乎偷情就是了 要五件事俱全 方才行的 第一要攀安的帽 第二要驴大行货 第三要邓通班有钱 第四要青春少小 就要免礼真 一般软款忍耐 第五要闲功夫 此五件 换作攀驴邓小贤 都全了 此事便获得早 西门庆道 实不瞒你说 这五件事我都有 第一件 我的帽 虽比不得攀安 也冲得过 第二件 我小时在三街两巷游串 也曾养得好大龟 第三 我家里也有几贯钱财 虽不及邓通 也颇得过日子 第四 我最忍耐 他便打我四百顿 休想我回他一拳 第五 我最有闲功夫 不然如何来得嫩勤 干娘 你自作成 完备了时 我自重重谢你 王婆道 大观人 你说 五件事都全 我知道 还有一件事打搅 也多事成不得 西门庆道 且说 什么一件事打搅 王婆道 大观人 修怪老身直言 但凡哀光最难 十分 有史钱到九分九离 也有难成处 我知你从来签令 不肯胡乱变史钱 只这件打搅 西门庆道 这个容易 我只听你言语辩了 王婆道 若大观人肯史钱时 老身有一条妙计 需叫大观人和这词会一面 西门庆道 端地有甚妙计 王婆笑道 今日晚了 且回去 过半年三个月来商量 西门庆央急道 干娘 你修撒科 自作成我泽个 恩有重宝 王婆笑哈哈道 大观人却又慌了 老身这条计 虽然入不得五成王庙 端地强四孙五子 交女兵 十桌八九凿 今日诗对你说了吧 这个词儿来历 虽然微末出身 却到百灵百利 会一首好弹唱 真指女工 百家歌曲 双路象棋 无所不知 小明叫做金莲 娘家姓潘 原是南门外潘财的女儿 卖在张大户家学弹唱 后因大户年老 打发出来 不要五大一文钱 白白与了她为妻 这词儿等闲不出来 老身无事尝过去 与她闲坐 她有事一来请我理会 她也叫我做干娘 五大这两日出门早 大观人如干此事 便买一匹蓝筹 一匹白筹 一匹白卷 再用十两好眠 都把来与老身 老身却走过去问她借历日 殃及她捡个好日期 叫个裁缝来坐 她若见我这般说 捡了日期 不肯与我来坐时 此事便休了 她若欢天喜地说 我替你坐 不要我叫裁缝 这光便有一分了 我便请的她来坐 就替我缝 这光便二分了 她若来坐时 五间我却安排些九时 便心请她吃 她若说不便当 定要将去家中坐 此事便休了 她不言语吃了时 这光便有三分了 这一日你也莫来 直至第三日 晌午前后 你整整齐齐打扮了来 以咳嗽为号 你在门前叫道 怎地连日不见王干娘 我买盏茶吃 我便出来 请你入房里做吃茶 她若见你便起身来 走了归去 难道 我扯住她不成 此事便休了 她若见你入来 不动身时 这光便有四分了 坐下时 我便对此而说道 这个便是与我依附施主的官人 窥杀她 我便夸大官人许多好处 你便卖弄她真指 若是她不来都懒答应时 此事便休了 她若口中答应 与你说话时 这光便有五分了 我便道 却难为这位娘子 与我做成出手座 窥杀你两施主 一个出钱 一个出力 不是老身路其相殃 难得这位娘子在这里 官人做个主人 替娘子交交手 你便取银子出来 让我买 若是她便走时 难道我扯住她 此事便休了 她若是不动身时 失误一成 这光便有六分了 我却拿银子 临出门时对她说 有劳娘子相待官人坐一坐 她若起身走了家去 我终不成阻挡她 此事便休了 若是她不起身 又好了 这光便有七分了 带我买的东西提在桌子上 便说 娘子且收拾过生活去 且吃一杯酒 难得这官人坏钱 她不肯和你同桌吃 去了 此事便休了 若是她不起身 此事又好了 这光便有八分了 待她吃的酒浓时 正说的入港 我便推到没了酒 再叫你买 你便拿银子 用秧我买酒去 并果子来配酒 我把门拽上 管你两个在屋里 她若焦躁跑了归去时 此事便休了 她若由我拽上门 不焦躁时 这光便有九分 只欠一分了 只是这一分道难 大官人你在房里 便这几句甜话而说入去 却不可造报 便去动手动脚 打搅了事 那时我不管你 你先把袖子 向桌子上扶落一双柱下去 只推时住 将手去她脚上捏一捏 她若闹僵起来 我自来搭救 此事便休了 再也难成 若是她不做生时 此事十分光了 这十分光做完备 你怎地谢我 西门庆听了大喜道 虽然尚不得灵烟阁 干娘你这条计 端地绝品好妙计 王婆道 却不要忘了许我那十两银子 西门庆道 便得一片橘皮痴 切莫忘了洞庭湖 这条计 干娘几时可行 婆道 只今晚来有回报 我如今趁五大未归 过去问她借历日 细细说与她 你快使人送将筹券棉子来 休要迟了 西门庆道 干娘 这是我的事 如何感失信 于是坐别了王婆 离了茶寺 就去街上买了筹券三匹 并食两清水好眠 家里叫了戴安儿 用沾包包了 一直送入王婆家来 王婆欢喜收下 打发小厮回去 正是 乌山云雨 几时旧 莫妇相亡 住楚台 当下王婆收了筹券棉子 开了后门 走过五大家来 那妇人接着 走去楼上坐的 王婆道 娘子怎地 这两日不过贫家吃茶 那妇人道 便是我这几日身子不快 拦走动的 王婆道 娘子家里有历日 介于老生看一看 要个才衣的日子 妇人道 干娘才剩衣服 王婆道 便是因老生食病酒痛 怕一时有些山高水低 我儿子又不在家 妇人道 大哥怎地一向不见 王婆道 那私跟了个客人在外边 不见个阴性回来 老生日逐担心不下 妇人道 大哥今年多少年纪 王婆道 那四十七岁了 妇人道 怎地不与他寻个亲事 与干娘也替得手 王婆道 因是这等说 家中没人 待老生东棱西捕地来 早晚要替他寻下个儿 等那私来 却在理会 见如今 老生白日黑夜 只发喘咳嗽 身子打碎般 睡不倒的 只害疼 一时先要预备下送中衣服 难得一个财主官人 常在平家吃茶 但凡他宅里看病 买食女 说亲 见老生这般本分 大小事 无不管顾老生 又不失了老生一套送中衣料 筹券表里俱全 又有若干好眠 放在家里一年有余 不能够做得 几年觉得好生不济 不想又壮凿润月 趁着两日到闲 要做又被那裁缝乐坑 只推生活忙 不肯来做 老生说不得这苦也 那妇人听了笑道 只怕奴家做得不中意 若是不闲时 奴这几日到闲 出手与干娘做如何 那婆子听了 堆下笑来说道 若得娘子跪手坐实 老生便死 也得好处去 久闻娘子好真旨 只是不敢来襄阳 那妇人道 这个何妨 既是许了干娘 勿要与干娘做了 将历日去叫人 捡了黄道好日 奴便动手 王婆道 娘子修推 老生不知 你诗词百家 缺内字样 你不知识了多少 如何叫人看历日 妇人微笑道 奴家自幼诗学 婆子道 好说 好说 便娶历日地与妇人 妇人接在手内 看了一回 道 明日是破日 后日也不好 直到外后日方 是才一日期 王婆一把手 娶过历头来 挂在墙上 便道 若得娘子肯与老生坐实 就是一点福星 何用选日 老生也曾让人看来 说明日是个破日 老生指道 才一日 不用破日 我不计他 那妇人道 归受衣服 正用破日便好 王婆道 既是娘子肯坐成 老生胆大 只是明日启动娘子 道寒家则各 妇人道 何不将过来坐 王婆道 便是老生 也要看娘子做生活 又怕门手没人 妇人道 既是这等说 奴明日饭后过来 那婆子千恩万谢下楼去了 当晚回复了西门庆话 约定后日准来 当夜无话 四日清晨 王婆收拾房内干净 预备下针线 安排了茶水 在家等候 且说 武大吃了早饭 挑着丹儿子出去了 那妇人把帘挂了 吩咐迎儿看家 从后门走过王婆家来 那婆子欢喜无限 接入房里坐下 便浓浓点一盏 胡桃松子泡茶 与妇人吃了 抹得桌子干净 便取出那绸券三匹来 妇人量了长短 裁得完备 缝僵起来 妇子看了 口里不住喝彩道 好手段 老身也活了六七十岁 眼里真个不曾见这般好真指 那妇人逢到日中 王婆安排些酒食请她 又下了一炷面 与那妇人吃 再逢一些 将次晚来 便收拾了生活 自归家去 恰好武大挑大而进门 妇人拽门下了帘子 武大入屋里 看见老婆面色微红 问道 你哪里来 妇人应道 便是 捡壁干娘秧我做送中衣服 日中安排些酒食 点心请我吃 武大道 你也不要吃她的才是 我们也有秧及她出 她便秧你做的衣裳 你便自归来 吃些点心 不值得什么 便搅挠她 你明日再去坐时 带些钱在身边 也买些酒食与她回礼 常言道 远亲不如近邻 休要失了人情 她若不肯叫你还礼时 你便拿了生活来家 做还与她 变了 正是 阿姆牢笼 设计深 大郎鱼鲁 不知音 带钱买酒 愁奸诈 却把婆娘 自送人 妇人听了五大言语 当晚无话 四日饭后 五大挑丹儿出去了 王婆便学过来相请 妇人去到她家屋里 取出生活来 一面逢来 王婆忙点茶来 与她吃了茶 看看逢到日中 那妇人向秀中 取出三百文钱来 向王婆说道 干娘 奴和你买盏酒吃 王婆道 阿呀 哪里有这个道理 老身殃及 娘子在这里做生活 如何叫娘子 倒出钱 婆子的酒食 不到吃伤了理 那妇人道 却是拙夫吩咐奴来 若是干娘见外食 只是将了家去 做还干娘便了 那婆子听了道 大郎直嫩的小事 既然 娘子这般说实 老身且收下 这婆子生怕打搅了事 自幼天前去买 好酒 好食来 殷勤相待 看官听说 但凡世上妇人 由你十分精细 被小一儿纵 十个九个凿了道 这婆子 安排了九十点心 和那妇人吃了 再逢了一些 看看晚来 千恩万谢归去了 话修续凡 第三日早饭后 王婆指张五大出去了 便走过 后门守教道 娘子 老身大胆 那妇人从楼上应道 奴却带来也 两个私见了 来到王婆房里坐下 去过生活来逢 那婆子点茶来吃 自不必说 妇人看看逢道 晌午前后 却说西门庆巴不到此日 打选衣帽 齐齐整整 身边带着三五两银子 手里拿着撒金穿扇儿 摇摇摆摆 静王子时接来 到王婆门守便咳嗽道 王甘娘连日如何不见 那婆子乔科便应道 悟得谁叫老娘 西门庆道 是我 那婆子赶出来看了 笑道 我只道是谁 原来是大官人 你来得正好 且请入屋里去看一看 把西门庆袖子指一脱 脱进房里来 对那妇人道 这个便是于老身衣料施主官人 西门庆睁眼看着那妇人 云环叠翠 粉面生春 上穿白布衫儿 桃红裙子 蓝笔甲 正在房里做衣服 见西门庆过来 便把头低了 这西门庆连忙向前屈身畅诺 那妇人随即放下生活 还了万福 王婆便道 难得官人与老身断匹酬卷 放在家一年有余 不曾得作 窥杀林家这位娘子 出手与老身做成全了 真个是不羁也似好针线 缝得又好又密 真个难得 大官人 你过来且看一看 西门庆拿起衣服来看了 一面喝彩 口里道 这位娘子 传的这等好针旨 神仙一般的手段 那妇人低头笑道 官人修笑话 西门庆顾问王婆道 干娘 不敢动问 这位娘子是谁家宅上的娘子 王婆道 你猜 西门庆道 小人如何猜得早 王婆哈哈笑道 大官人你请坐 我对你说了吧 那西门庆与妇人对面坐下 那婆子道 好叫大官人得知吧 你那日屋檐下走 打得正好 西门庆道 就是那日在门首插竿打了我的 倒不知是谁家宅上娘子 妇人分外把头低了一滴 笑道 那日奴雾冲撞 官人休怪 西门庆连忙应道 小人不敢 王婆道 就是这位 却是兼毙五大娘子 西门庆道 原来如此 小人失瞻了 王婆阴望妇人说道 娘子你认得这位官人吗 妇人道 不识的 婆子道 这位官人便是本县里一个财主 知县相公也和他来往 叫做西门大官人 家有万贯钱财 在县门前开生药铺 家中钱过北斗 米烂成仓 黄的是金 白的是银 圆的是猪 放光的是宝 也有犀牛头上脚 大象口中牙 他家大娘子 也是我说的梅 是吴谦护家小姐 生得百灵百利 应问 大官人 怎地不过贫家吃茶 西门庆道 便是家中连日小女 有人家定了 不得闲来 婆子道 大姐有谁家定了 怎地不请老身去说梅 西门庆道 被东京八十万进军 杨提督亲家陈宅定了 他儿子陈静记才十七岁 还上学堂 不是也请干娘说没 他那边有了个闻嫂来陶铁 俺这里又是常在家中走的 卖翠花的薛嫂 同坐宝山 说此亲事 干娘若肯去 到明日下小茶 我使人来请你 婆子哈哈笑道 老身哄大官人耍子 俺这枚人们都是狗娘养下来的 他们说亲时又没我 做成的熟饭儿 怎肯搭上老身一分 常言道 当行压当行 到明日取过了门时 老身胡乱三朝五日 拿上些人情去走走 讨得一张半张桌面 倒是正经 怎地好和人斗气 两个一地一句说了一回 婆子只顾夸奖西门庆 口里假草 那妇人便低了头逢针线 水性从来 是女流 背负长雨 外人偷 金莲心爱 西门庆 淫荡春心 不自由 西门庆 西门庆见金莲有几分情义欢喜 恨不得就要成双 王婆便去点两盏茶来 第一盏西门庆 一盏与妇人 说道 娘子相带官人吃些茶 玄幼看着西门庆 把手在脸上摸一摸 西门庆已知有五分光了 自古风流茶说 九十色眉人 王婆便道 大官人不来 老身也不敢去宅上相请 一者远法壮裕 二者来得正好 常言道 一刻不凡二主 大官人便是出钱的 这位娘子便是出力的 亏杀你这两位施主 不是老身陆其相反 难得这位娘子在这里 官人豪与老身做个主人 拿出些银子买些酒食来 与娘子交交手 如何 西门庆道 小人也见不到这里 有银子在此 便向家带里取出来 约有一两一块 帝与王婆交备半酒食 那妇人便道 不消生寿 口里说着恰不动身 王婆接了银子 临出门便道 有劳娘子相陪大官人坐一坐 我去就来 那妇人道 干娘免了吧 却一步动身 王婆便出门去了 丢下西门庆和那妇人在屋里 这西门庆一双眼不转睛 只看着那妇人 那婆娘也拔眼来偷缩西门庆 又低着头做生活 不多时 王婆买了建成肥鹅烧鸭 熟肉鲜榨 细巧果子 归来尽把盘叠成了 摆在房里桌子上 看那妇人道 娘子且收拾过生活 吃一杯酒 那妇人道 你自陪大官人吃 奴却不当 那婆子道 正是专与娘子交手 如何却说这话 一面将盘转却摆在面前 三人坐下 把酒来针 西门庆拿起酒盏来道 干娘香带娘子满饮几杯 妇人谢道 奴家量浅 吃不得 王婆道 老身得知娘子红饮 且请开怀吃两盏 那妇人一面接酒在手 向二人各道了万福 西门庆拿起酒来说道 干娘替我劝娘子些菜 那婆子捡好的 必将过来与妇人吃 一连斟了三寻酒 那婆子便去烫酒来 西门庆道 小人不敢动问 娘子青春多少 妇人低头硬道 二十五岁 西门庆道 娘子道与家下见内同羹 也是羹臣属龙的 她是八月十五日子时 妇人又回应道 将天比地 折杀奴家 王婆便插口道 好个精细的娘子 百灵百利 又不枉 做得一手好针线 朱子百家 双路象棋 拆牌道字 接通 一笔好血 西门庆道 却是哪里去讨 王婆道 不是老身说是非 大观人宅上有许多 哪里讨的一个四娘子的 西门庆道 便是这等 一言难尽 只是小人命薄 不曾招的一个好的在家里 王婆道 大观人先投娘子 须也好 西门庆道 修说 我先妻若在时 却不嫩的家无主 无道数 如今身边网子 有三五七口人吃饭 都不管事 婆子曹道 连我也忘了 没有大娘子得几年了 西门庆道 说不得 小人先妻尘世 虽是微末出身 却到百灵百利 是见兜替的我 如今不幸他没了 已过三年来 经济取这个贱类 又常有疾病 不管事 家里的勾当 都七颠八道 为何小人 只是走了出来 在家里时 便要怄气 婆子道 大观人 休怪我直言 你先投娘子 并如今娘子 也没这大娘子 这手针线 这一表人物 西门庆道 便是房下们 也没这大娘子 一般而风流 那婆子笑道 官人 你养得外宅 东街上住的 如何不请老身 去吃茶 西门庆道 便是唱慢曲儿的 张西春 我见他是路奇人 不喜欢 婆子又道 官人 你和沟兰中 比娇儿 却长久 西门庆道 这个人 见金仪娶 娶在家里 若得他会当家时 自测证了他 王婆道 与卓二姐 却相交得好 西门庆道 卓弟别要说起 我也娶在家 坐了第三房 近来得了个细极 却又没了 婆子道 耶护 耶护 若有四大娘子 这般重观人意的 来宅上说 不妨是吗 西门庆道 我的爹娘 俱已没了 我自主张 谁敢说个不字 王婆道 我自说耍 急切便哪里有 这般重观人意的 西门庆道 做什么便没 只恨我夫妻缘分上薄 自不壮早理 西门庆和婆子 一地一句说了一回 王婆道 正好吃酒 却又没了 官人羞怪老身拆拨 买一瓶酒来吃如何 西门庆便向家带内 还有三四两散银子 都与王婆 说道 干娘 你拿了去 要吃食只顾取来 多的干娘便就收了 那婆子谢了起身 缩那粉头时 三中九下肚 轰动春心 又自两个言来语去 都有意了 只低了头不起身 正是 演艺梅情 足未修 因缘相凑 遇风流 王婆贪会 无她记 一味花言 巧舌头 金瓶梅 金瓶梅 第四回 赴乌山 潘氏悠欢 闹茶坊 运歌义愤 幽兔笑谈 制作 诗曰 玄规秀户 邪光入 千金女儿 以门力 横拨美目 随后来 罗袜遥遥 不相及 闻到今年 初碧人 姗姗敬挂 长随身 愿得是尔 为道义 后堂罗诈 亦相亲 话说 王婆拿银子出门 便向妇人满面 堆下笑来 说道 老申 去那街上取平来 有劳娘子 相带官人 坐一坐 湖里有酒 没便再筛两盏儿 且和大官人吃着 老申直去县东街 那里有好酒 买一瓶来 有好一些儿耽搁 妇人听了说 干娘休要去 奴酒不多用了 婆子便道 哎呀 娘子 大官人 又不是别人 没事相陪吃一盏儿 怕怎滴 妇人口里说 不用了 坐着却不动身 婆子一面把门拽上 用锁儿拴了 道官她二人在屋里 当路坐了 一头续着锁 这妇人见王婆去了 倒把乙儿扯开一边坐着 却只偷眼缩看 西门庆坐在对面 一静把那双弦邓邓的眼睛 看着她 便又问道 却才倒忘了 问娘子遵性 妇人便低着头带笑地回道 姓武 西门庆顾坐不听的 说道 姓武 那妇人却把头又别转着 笑着低声说道 你耳朵又不聋 西门庆笑道 呸 忘了 正是姓武 只是 安清和现姓武的却少 只有现前 一个卖吹饼的三寸钉 姓武 叫做武大郎 敢是娘子一族吗 妇人听得此言 便把脸通红了 一面低着头微笑道 便是奴的丈夫 西门庆听了 半日不作声 呆了脸 假意 失声道屈 妇人一面笑着 又邪丑了她一眼 低声说道 你又没冤枉事 怎必叫屈 西门庆道 我替娘子叫屈礼 却说 西门庆口礼娘子长 娘子短 只顾白草 这妇人一面低着头弄裙子 又一回咬着扇袖口 咬得袖口格格勃勃地响 要便斜溜她一眼 只见这西门庆推汗热 脱了上面 绿沙褶子道 央凡娘子 替我搭在干娘护炕上 这妇人 只顾咬着袖儿别转着 不接她的 低声笑道 自首又不折 怎地知识人 西门庆笑着道 娘子不予小人安放 小人偏要自己安放 一面伸手隔桌子 搭到床炕上去 却故意把桌上一扶 扶落一支柱来 却也是姻缘凑着 那支柱儿刚落在金莲裙下 西门庆一面针灸 劝那妇人 妇人笑着不理她 她却又带拿起柱子起来 让她吃菜 寻来寻去 不见了一支 这金莲一面低着头 把脚夹踢着 笑道 这不是你的柱儿 西门庆听说 走过金莲这边来道 原来在此 蹲下身去 且不识柱 便去她绣花鞋头上纸意捏 那妇人笑将起来 说道 怎着的罗造 我要叫了起来礼 西门庆便双膝跪下说道 娘子可怜小人择个 一面说着 一面便摸她裤子 妇人插开手道 你这歪丝缠人 我却要大耳瓜子打的呢 西门庆笑道 娘子打死了小人 也得个好处 于是不由分说 抱到王婆床炕上 脱衣解带 共枕同欢 却说 这妇人 自从与张大户勾搭 这老儿 是软如鼻涕浓如将的一件东西 几时得个爽力 就是嫁了五大 看官是想 三寸钉的物事 能有多少力量 金帆遇了西门庆 风月酒冠 本是高强的 如何不喜 淡剑 交警鸳鸯细水 病头 鸾缝穿花 喜滋滋 连里之声 美干干 同心待结 一个将 珠唇紧贴 一个将 粉脸斜微 罗袜高挑 肩膀上 露两弯心月 金钗斜坠 枕头边 堆一朵乌云 是海蒙山 薄弄得千斑以泥 修云切语 柔搓得万种妖娆 恰恰应声 不离耳畔 金针甜拓 笑吐舌尖 杨柳腰 默默春浓 樱桃口 微微气喘 星眼朦胧 细细汗 流香玉珂 苏兄荡漾 绢绢路 低母丹心 只饶匹配 倦阴邪 真个偷情 滋味美 当下二人 云雨才罢 郑玉各整衣襟 只见王婆 推开房门入来 大惊小怪 拍手打掌 滴滴说道 你两个做的好事 西门庆和那妇人 都吃了一惊 那婆子便向妇人道 好呀 好呀 我请你来做衣裳 不曾叫你偷汉子 你家五大郎之 须连累我 不若我 先去对五大说去 回身便走 那妇人慌地扯住她裙子 红着脸低了头 只得说声 干娘 饶恕 王婆便道 你们都要依我一件事 从今日为始 瞒着五大 每日修要失了大官人的意 早叫你早来 晚叫你晚来 我便罢休 若是一日不来 我便就对你五大说 那妇人修得要不得 再说不出来 王婆催逼道 却是怎地 快些回复我 妇人藏转着头 低声道 来便是了 王婆又道 西门大官人 你自不用老身说得 这十分好事已都完了 所许之物 不可失信 你若负心 我也要对五大说 西门庆道 干娘放心 并不失信 婆子道 你每二人出于无凭 要个人留下剑表记拿着 才见真情 西门庆便向头上拔下一根金头粘来 插在妇人云记上 妇人除下来秀了 恐怕到家五大看见生意 妇人便不肯拿肾地出来 却被王婆扯着袖子一掏 掏出一条杭州白皱纱旱 一条杭州白皱纱旱 掏出一条杭州白皱纱旱 三人又吃了几杯酒 已是下午时分 那妇人起身道 挪回家去罢 便丢下王婆与西门庆 学过后门归来 先去下了帘子 五大恰好进门 且说王婆看着西门庆道 好手段吗 西门庆道 端得亏了干娘 真好手段 王婆又道 这词封月如何 西门庆道 色系子女不可言 婆子道 她房里谈唱姐出身 什么事不久惯知道 还亏老娘把你两个生牛做夫妻 强搓成配 你所许老身东西 休要忘了 西门庆道 我到家便取银子送来 王婆道 眼望京洁旗 耳听好消息 不要叫老身棺材出了桃婉歌廊前 西门庆一面笑着 看街上无人 带上眼纱去了 不在话下 四日 又来王婆家讨茶吃 王婆让座 连忙点茶来吃了 西门庆便向秀中 取出一定十两银子来 递与王婆 但凡世上人 钱才能动人意 那婆子 黑眼睛 见了雪花银子 一面欢天喜地收了 一连到了两个万福 说道 多谢大官人不失 音向西门庆道 这咱晚五大 还未出门 带老身往他家推借嫖 看一看 一面从后门学过妇人家来 妇人正在房中打发五大吃饭 听见叫门 问盈儿 是谁 盈儿道 是王奶奶来借嫖 妇人连忙盈江出来道 干娘 有瓢 一刃拿去 且请家里坐 婆子道 老身那边无人 音向妇人使首饰 妇人就知西门庆来了 妇子拿瓢出了门 一粒窜多五大吃了饭 挑担出去了 先到楼上从新装点 换了一套艳色新衣 分腹银儿 好生看家 我往你往哪家坐一坐就来 若是你爹来时 就抱我知道 若不听我说 打下你个小贱人下节来 盈儿应诺不提 妇人一面走过王婆茶坊里来 正是 和欢桃姓 春看笑 心里原来 别有人 有词丹道 这双冠二意 这瓢是瓢 口小身子而大 你又在春风棚上 嫩儿高 道大来人难要 他怎肯守定 沿回甘贫乐道 专一趁东风 水上飘 也曾在马房里喂料 也曾在茶房里来叫 如今弄得许油也不要 吃到黑洞洞葫芦中 卖的什么药 那西门庆见妇人来了 如天上落下来一般 两个并肩跌骨而坐 王婆一面点茶来吃了 因问 昨日归家 五大没问什么 妇人道 她问干娘衣服做了不曾 我说到衣服做了 还与干娘做送中鞋袜 说必婆子连忙安排上酒来 摆在房内 二人交杯畅饮 这西门庆仔细端向那妇人 比初见时越发标志 吃了酒 粉面上透出红白来 两道水壁描画的长长的 端地平起神仙 赛过嫦娥 动人心 红白肉色 看人爱可一群差 群拖着翡翠沙衫 绣碗尼金带 喜滋滋宝记鞋歪 恰遍似月里嫦娥 下时来 不枉了千金也难买 西门庆 西门庆夸之不足 露在怀中 掀起她裙来 看见她一对小脚穿着老鸭段子鞋儿 恰刚半叉 心中甚喜 一滴一口与她吃酒 潮问话 妇人应问西门庆桂庚 西门庆告她说 二十七岁 七月二十八日子时生 妇人问 家中有几位娘子 西门庆道 除下桌妻 还有三四个身边人 只是没一个众我意的 妇人又问 几位哥 西门庆道 只是一个小女 早晚出嫁 并无玩 西门庆朝问了一回 向秀中取出银川心筋果面 乘着香茶木稀饼而来 用舌尖递送与妇人 两个相搂相报 名杂有声 那婆子只管往来拿菜筛酒 哪里去管她闲事 由着二人在房内做一处取乐玩耍 少请吃的酒浓 不觉轰动春心 西门庆涩新折起 露出腰间那话 引妇人掀手门弄 原来西门庆 自幼常在三街四巷养婆娘 跟下游带着银打旧 要煮成的托子 那话煞盛长大 红翅翅黑须 植树坚硬 好个东西 一物从来 六寸长 有时柔软 有时刚 软如醉汉 东西岛 硬似风僧 上下狂 出聘入阴 为本师 腰周齐下 作家乡 天生二子 随身辨 曾与家人 斗 几场 少请 富人脱了衣裳 西门庆摸 贱聘户上 并无脆毛 犹如白富富 骨蓬蓬 发酵的馒头 软浓浓 红皱皱出笼的果线 真个是千人爱 万人摊一件美物 温锦香肝 口赛脸 能柔能软 最看脸 喜遍土舌 开颜笑 困遍随身 贴骨棉 内当献礼 为家业 薄草崖边 是故远 若遇风流 清俊子 等闲战斗 不开言 话羞饶舌 那富人自当日为始 每日学过王婆家来 和西门庆坐一处 恩情似妻 心意如交 自古道 好事不出门 恶事传千里 不到半月之间 街坊邻舍都晓得了 只瞒着五大一个不知 正是 自知本分 为活计 拿小房间 隔壁心 话分两头 且说本县有个小的 年方十五六岁 本身姓乔 因为做君在运州生养的 取名叫做运哥 家中只有个老爹 年纪高大 那小私生的乖觉 自来只靠县前 这许多酒店里 卖些实心果品 时常得西门庆机发他些盘缠 其日 正寻得一篮而雪梨 提着绕街寻西门庆 又有一等多口人说 运哥你要寻他 我教你一个去处 运哥道 启动老叔 教我哪去寻他的事 那多口的道 我说与你爸 西门庆刮腊上卖炊饼的五大老婆 每日只在紫石街王婆茶坊里坐的 这咱晚多定只在那里 你小孩子家 只顾撞进去布房 那运哥得了这话 谢了那人 提了篮 一直往紫石街走来 竟奔入王婆茶坊里去 却正见王婆坐在小凳上寄宪 运哥把篮放下 看着王婆道 干娘 生惹 那婆子问道 运哥 你来这里做什么 运哥道 要寻大官人 赚三五十钱养活老爹 婆子道 什么大官人 运哥道 情之是哪个 便只是他那个 婆子道 便是大官人 也有个姓名 运哥道 便是两个字的 婆子道 什么两个字的 运哥道 干娘只是要做耍 我要和西门大官人 说句话 往里便走 那婆子一把揪住道 这小猴子哪里去 人家屋里 各有内外 运哥道 我去房里便寻出来 王婆骂道 寒屋小求二 我屋里哪里 讨什么西门大官 运哥道 干娘不要独自吃 也把些汁水 与我瞎一瞎 我有什么不理会得 婆子便骂 你那小囚囊的 理会的什么 运哥道 你正是 马蹄刀木勺里切菜 水泻不漏 只要我说出来 只怕卖吹饼的哥哥发作 那婆子吃他 这两句 道着他真病 心中大怒 贺道 寒屋小狐孙 也来老娘屋里放屁 运哥道 我是小狐孙 你是马伯六 做牵头的老狗肉 那婆子揪住运哥 凿上两个力抱 运哥叫道 你做什么便打我 婆子骂道 贼操娘的小狐孙 你敢高作声 大耳瓜子 打出你去 运哥道 贼老咬虫 没事便打我 这婆子一头插 一头大力抱 只打出街上去 把雪梨兰儿 也丢出去 那兰雪梨四分五落 滚了开去 这小猴子 打那前婆不过 一头骂 一头哭 一头走 一头接上十里儿 指着王婆茶方里 骂道 老咬虫 我叫你不要慌 我不与他 不做出来不信 定然糟蹋了 你这场门面 叫你赚不成钱 这小猴子提个拦 竟奔街上 寻这个人 却正是 仙翻孤兔 窝中草 惊起鸳鸯 杀上棉 金平梅 第五回 桌奸情 运歌定计 引阵药 五大遭殃 忧兔笑谈 制作 诗约 参透风流 二字禅 好姻缘事 恶姻缘 痴心做楚 人人爱 冷眼观时 各个闲 野草咸花 修彩蛇 真姿尽致 自安然 山妻至子 家常饭 不害相思 不损钱 话说 当夏运歌 被王婆打了 心中正没出气处 提了雪梨兰儿 一径奔来街上 巡武大郎 转了两条街 只见五大挑着 吹饼丹尔 正从那条街过来 运歌见了 立住了脚 看着五大道 这几时不见你 吃得肥了 五大歇下蛋儿道 我只是这等模样 有甚吃的肥处 运歌道 我前日要敌些脉肤 一地里没敌处 人都到你屋里有 五大道 我屋里并不养额鸭 哪里有这脉肤 运歌道 你说没脉肤 怎地赚得你嫩肥搭搭的 便颠倒提你起来也不妨 煮你在锅里也没气 五大道 小球儿 道骂得我好 我的老婆又不偷汉子 我如何施压 运歌道 你老婆不偷汉子 只偷子汉 五大扯住运歌道 还我主来 运歌道 我笑你只会扯我 却不到咬下他左边的来 五大道 好兄弟 你对我说是谁 我把十个吹饼送你 运歌道 吹饼不计事 你只做个东道 我吃三杯 便说与你 五大道 你会吃酒 跟我来 五大挑了丹儿 引着运歌 到个小酒店里 歇下丹儿 拿几个吹饼 买了些肉 讨了一选酒 请运歌吃着 五大道 好兄弟 你说与我择个 运歌道 且不要慌 等我一发吃完了 却说与你 你却不要气苦 我自帮你打捉 五大看那猴子吃了酒肉 你如今 却说与我 运歌道 你要得知 把手来摸我头上的疙瘩 五大道 却怎地来有这疙瘩 运歌道 我对你说 我今日将这蓝雪梨 去寻西门大关 一地里没寻处 街上有人道 她在王婆茶坊里来 和五大娘子 勾搭上了 每日只在那里行走 我指望见了她 赚她三五十文钱时 颇奈王婆那老猪狗 不放我去房里寻她 大力豹打出我来 我特地来寻你 我方才把两句话来激你 我不激你时 你须不来问我 五大道 真个有这等事 运歌道 又来了 我道你这般屁屌人 那似两个落得快活 只专等你出来 便在王婆房里坐一处 你问道 真个也是假 难道我哄你不成 五大听罢 道 兄弟 我实不瞒你说 我这婆娘每日去王婆家里做衣服 做斜角 归来 便脸红 我先妻丢下个女孩 招打木骂 不与饭吃 这两日有些精神错乱 见了我 不做欢喜 我自也有些遗迹在心里 这话证实了 我如今记了丹儿 便去捉奸如何 运歌道 你老大一条汉 原来没些见识 那王婆老狗 什么厉害怕人的人 你如何出得他手 他二人也有个暗号 见你入来拿他 把你老婆藏过了 那西门庆虚了得 打你这般二十个 若捉他不着 反吃他一顿好拳头 他又有钱有势 反告你一状子 你须吃他一场官司 又没人做主 干结裹了你性命 武大道 兄弟 你都说得是 我却怎地出得这口气 运歌道 我吃那王婆打了 也没出气处 我教你一招 今日归去 都不要发作 也不要说 只自作每日一般 明朝便少做些吹饼出来卖 我自在巷口等你 若是见西门庆入去时 我便来叫你 你便挑着丹尔指在左近等我 我先去惹那老狗 他必然来打我 我先把篮丢出街心来 你却抢入 我便一头顶住那婆子 你便奔入房里去 叫起驱来 此计如何 武大道 既是如此 却是亏了兄弟 我有两贯钱 我把你去 你到明日早早来 此时街巷口等我 运歌得了钱 并几个吹饼 自去了 武大还了酒钱 挑了丹尔 自去卖了一遭闺去 原来这妇人 往常时只是骂武大 百般地欺负他 近日来也自知无理 只得窝盘他歇个 当晚武大挑了 丹尔归来 也是和往日一般 并不提起别事 那妇人道 大哥 买盏酒吃 武大道 却才和一般经纪人 买了三盏吃了 那妇人便安排晚饭 与他吃了 当夜无话 四日饭后 武大只做三两扇吹饼 安在丹尔上 这妇人一心只想着西门庆 哪里来理会武大的 做多做少 当日武大挑了丹尔 自出去做买卖 这妇人巴布的他出去了 便学过王婆 茶坊里来等西门庆 且说武大挑着丹尔 出到紫石街巷口 迎见运哥提着篮在那里张望 武大道 如何 运哥道 还早些个 你自去慢一遭来 那四七八也将来也 你只在左近处伺候 不可远去了 武大云飞似的 去迈了一遭回来 运哥道 你只看我兰儿抛出来 你便飞奔入去 武大把丹尔记下 不在话下 却说 运哥提着篮 走入茶坊里来 向王婆骂道 老猪狗 你昨日为什么便打我 那婆子就幸不改 便跳身起来喝道 你这小狐孙 老娘与你无干 你如何又来骂我 运哥道 便骂你这马伯六 做牵头的老狗肉 指我鸡吧 那婆子大怒 揪住运哥便打 运哥叫一声 你打我 把那兰儿丢出当街上来 那婆子却带揪他 被这小猴子 叫一声你打实 就打王婆腰里带个住 看着婆子小堵上 只一头撞将去 险些而不跌倒 却得婢子挨住不倒 那猴子死顶在地上 只见五大从外裸起衣裳 大踏步只抢入茶坊里来 那婆子见是五大 来得甚急 但要走去阻挡 却被这小猴子死力顶住 哪里肯放 婆子只叫的五大来也 那妇人正和西门庆在房里 坐手脚不迭 先奔来顶住了门 这西门庆便钻入床下躲了 五大抢到房门手 用手推那房门时 哪里推得开 口里只叫做的好事 那妇人顶着门 荒作一团 口里便说道 你闲长时 只好鸟嘴 卖弄杀好全磅 临时便没些用儿 见了植虎儿也下一胶 那妇人这几句话 分明叫西门庆来打五大 夺路走 西门庆在床底下 听了妇人这些话 提醒他这个念头 便钻出来说道 不是我没这本事 一时间没这质量 便来拔开门 叫声不要来 五大却待揪他 被西门庆早飞起脚来 五大矮小 正踢重心窝 铺地望后便倒了 西门庆打闹里 一直走了 运哥见势头不好 也瞥了王婆 撒开跑了 街坊邻舍 都知道西门了得 谁敢来管事 王婆当时就地下 扶起五大来 见他口里吐血 面皮辣渣 也四黄了 便叫那妇人出来 咬完水来救得苏醒 两个上下肩掺着 便从后门归到家中楼上去 安排他床上睡了 当夜无话 四日 西门庆打听的没事 依钱自来王婆家 和这妇人玩耍 只指望五大自死 五大一病 五日不起 更坚要汤不溅 要水不溅 每日叫那妇人又不应 只见他浓妆艳抹了出去 归来便脸红 小女迎儿又吃妇人进住 不得向前 吓道 小贱人 你不对我说 与了他水吃 都在你身上 那迎儿见妇人这等说 怎敢与五大一点汤水吃 五大即便只是气得发昏 又没人来采问 一日五大叫老婆过来 吩咐他道 你做得够当 我亲手捉着你肩 你倒挑拨肩夫踢了我心 至今求生不生 求死不死 你们却自去快活 我死自不防 和你们争执不得了 我兄弟五二 你须知他性格 躺货早晚归来 他肯甘休 你若肯可怜我 早早服得我好了 他归来时 我都不提起 你若不看顾我时 待他归来 却和你们说话 这妇人听了 也不回言 却学过王婆家来 一五一时 都对王婆和西门庆说了 那西门庆听了这话 四提在冷水盆内一班 说道 苦也 我须知景阳刚上 打死大虫的五都统 我如今却和娘子眷恋日久 情浮一合 拆散不开 据此等说时 正是怎生的好 却是苦也 王婆冷笑道 我倒不曾见 你是个把舵的 我是个撑船的 我倒不慌 你倒慌了手脚 西门庆道 我网自做个男子汉 到这般去处 却百步不开 你有什么主见 遮藏我们泽个 王婆道 既然我遮藏你们 我有一条计 你们却要长做夫妻 短做夫妻 西门庆道 甘娘 你且说 如何是长做夫妻 短做夫妻 王婆道 若是短做夫妻 你们就今日便分散 等五大江西好了起来 与他陪了话 五二归来都没言语 待他再差使出去 却又来相会 这是短做夫妻 你们若要长做夫妻 每日同在一处 不担惊受怕 我却有这条妙计 只是难教你们 西门庆道 甘娘 周旋了我们泽个 只要长做夫妻 王婆道 这条既用这件东西 别人家里都没 天生天化 大官人家里却有 西门庆道 便是要我的眼睛 也弯来于你 却是什么东西 王婆道 如今这岛子病得重 趁他狼狈 好下手 大官人家里取些砒霜 却叫大娘子 自去熟一铁 心疼得要来 却把这砒霜下在里面 把这矮子结果了 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 没了踪迹 便是五二回来 他带怎地 自古道 又嫁从亲 再嫁游身 小叔如何管得暗地理事 半年一载 等待夫孝满日 大官人取到家去 这不是长远夫妻 邪老同欢 此计如何 西门庆道 干娘此祭甚妙 自古道 欲救生快活 须下死功夫 罢罢罢 一不做 二不休 王婆道 可知好理 这是捡草除根 萌芽不发 大官人往家里去快取此物来 我自教娘子下手 事了时 却要重重谢我 西门庆道 这个自然 不消你说 云情雨意 两筹谋 恋色梅花 不肯休 毕竟人生 如泡影 何须死下 杀人某 且说西门庆去不多时 包了一包披霜 地狱王婆收了 这婆子看着那妇人道 大娘子 我教你下药的法 如今 五大不对你说 叫你救活他 你便承此 把些小义儿贴恋他 他若问你讨要吃时 便把这批双条在心疼药里 待他一觉生动 你便把药灌浆下去 他若毒气发时 必然肠胃蹦断 大叫一声 你却把背一盖 不要使人听见 紧紧地按住背脚 欲先烧下一锅汤 煮着一条抹布 他那要发之时 必然蹊跷内流血 口唇上有牙齿咬的痕迹 他若放了命 你便接起背来 却将主的抹布 织一开 都开 没了血迹 便入在彩里 扛出去烧了 有什么不了事 那妇人道 好却是好 只是奴家手软 临时安排 不得失手 婆子道 这个一得 你那边只敲壁子 我自过来帮扶你 西门庆道 你们用心整理 明日五更 我来讨话 说吧 自归家去了 王婆把这披霜 用手碾为细末 地与妇人 将去藏了 那妇人回到楼上 看着武大 一丝没了两气 看看待死 那妇人坐在床边假哭 武大道 你做什么来哭 妇人试着眼泪道 我的一时间不适 吃那西门庆菊片了 谁想脚踢中了你心 我问的一处有好药 我要去熟来医你 又怕你一记 不敢去取 武大道 你救我活 无事了 一笔都勾 武二来家 亦不提起 你快去熟药来救我则个 那妇人拿了铜钱 竟来王婆家里坐地 却教王婆熟的药来 把到楼上 叫武大看了 说道 这铁心疼药 太医叫你半夜里吃了 倒头一睡 盖一两床背 发些汗 明日便起得来 武大道 却是好野 生寿大嫂 今夜醒睡些 半夜调来我吃 那妇人道 你放心睡 我自扶持你 看看天色黑了 妇人在房里点上灯 下面烧了大锅汤 拿了一方抹布煮在锅里 听那羹骨时 却正好打三羹 那妇人先把披霜 清在斩内 却咬一碗白汤 把到楼上 叫声 大哥 要在哪里 武大道 在我席子底下枕头边 你快调来我吃 那妇人接起席子 将那药抖在斩子里 将白汤冲在斩内 把头上银沾而止一角 调得匀了 左手扶起武大 右手把药便灌 武大瞎了一口 说道 大嫂 这药好难吃 那妇人道 只要她医得病好 管什么难吃 武大在瞎第二口时 被这婆娘就是 织一灌 一盏药都灌下喉咙去了 那妇人便放倒武大 慌忙跳下床来 武大哀了一声 说道 大嫂 吃下这药去 肚里倒疼起来 苦呀 苦呀 倒当不得了 这妇人便去脚后 扯过两床背来 眉头眉脸只顾盖 武大叫道 我也气闷 那妇人道 太医吩咐 教我与你发些汗 变好得快 武大再要说时 这妇人怕她挣扎 便跳上床来 骑在武大身上 把手紧紧地按住背脚 哪里肯放些松宽 正是 油肩肺腑 火疗肝肠 心窝里 如双刀相亲 满腹中 似钢刀乱脚 浑身冰冷 蹊跷血流 牙关紧咬 三魂附在枉死城中 喉管枯干 欺破头望 香台上 地狱新天 食毒鬼 阳间没了 捉奸人 那武大当时哀了两声 喘息了一回 肠胃蹦断 呜呼哀哉 身体动不得了 那妇人接起背来 见了武大咬牙切齿 蹊跷流血 怕僵起来 只得跳下床来 敲纳鼻子 王婆听得 走过后门头咳嗽 那妇人便下楼来 开了后门 王婆问道 了也未 那妇人道 了便了了 只是我手脚软了 安排不得 王婆道 有什么难处 我帮你便了 那婆子便把衣袖卷起 咬了一桶汤 把抹布撇在里面 多上楼来 卷过了背 先把五大口边唇上都抹了 却把七窍淤血痕迹示茎 便把衣裳盖在身上 两个从楼上一步一多扛江下来 就楼下寻善救门停了 与他梳了头 戴上金泽 穿了衣裳 取双鞋袜 取双鞋袜 与他穿了 将片白卷盖了脸 简床干净被盖在死尸身上 却上楼来 收拾得干净了 王婆自转将归去了 那婆娘却浩浩地假哭起养家人来 看官听说 原来但凡世上妇人哭有三样 有泪有声 为之哭 有泪无声 为之气 无泪有声 为之好 当下那妇人干耗了半夜 四早五更 天色未小 西门庆奔来讨信 王婆说了背 西门庆取银子 把与王婆叫买棺材发送 就叫那妇人商议 这婆娘过来和西门庆说道 我的五大今日已死 我只靠着你做主 不到后来网金圈打靠后 西门庆道 这个何须你费心 妇人道 你若负了心 怎地说 西门庆道 我若负了心 就是五大一般 王婆道 大官人 如今只有一件事要紧 天明就要入恋 只怕被五座看出破绽来怎了 团头何久 他也是个精细的人 只怕他不肯恋 西门庆笑道 这个不妨是 何久我自吩咐他 他不敢唯我的言语 王婆道 大官人快去吩咐他 不可迟了 西门庆自去对何久说去了 正是 三光游影 谁能呆 万事无根 只自生 学隐露丝 非始见 柳藏鹦鹉 欲方文 要知怎地 且听 下回分解 金平梅 第六回 何久受惠瞒天 王婆邦贤玉语 幽兔笑谈 制作 此约 别后谁知 诸分欲蓬 望海市山盟 天共久 偶练着山鸡 折弃乱愁 从此消狼 泪暗流 过秦楼挤 空回首 纵新人圣旧 也应须一叠 撒泪 登周 却说 西门庆去了 到天大明 王婆拿银子 买了棺材名气 又买些香烛 纸钱之类 归来就于 五大陵前 点起一盏随身登 临摄街坊都来看望 那妇人虚掩着 坟连假哭 众街坊问道 大郎得和病患 便死了 那婆娘答道 阴害心疼 不想 一日日月中了 看看不能够好 不幸 昨夜三根骨死了 好事苦也 又耿耿夜夜 假哭起来 众临摄 明知道此人死得不明 不好只顾问他 众人尽劝道 死是死了 活得自要安稳过 娘子省烦恼 天气宣热 那妇人只得假意而泄了 众人各自散去 王婆抬了棺材来 去请五座团头喝酒 但是入殓用的都买了 并家里一应物件 也都买了 就于报恩寺教了两个禅盒子 晚夕半龄拜颤 不多时 何九先拨了几个火加整顿 且说 何九到四排十分 慢慢地走来 到紫石街巷口 迎见西门庆 叫道 老九何瓦 何九答道 小人只去前面练这麦吹饼的五大郎失守 西门庆道 且停一步说话 何九跟着西门庆 来到转角头一个小酒店里 坐下在隔尔内 西门庆道 老九请上座 何九道 小人是何等人 敢对大官人一处坐的 西门庆道 老九何故见来 且请坐 二人让了一回 坐下 西门庆吩咐酒保 取瓶好酒来 酒保一面铺下菜蔬果品 暗酒之类 一面烫上酒来 何九心中一记 想到 西门庆自来不曾和我吃酒 今日这杯酒 必有蹊跷 两个饮够多时 只见西门庆向袖子里 摸出一定雪花银子 放在面前说道 老九休闲轻微 明日另有酬谢 何九插手道 小人无半点效力之处 如何感受大官人 见赐银两 若是大官人有使令 小人也不敢辞 西门庆道 老九休要见爱 请收过了 何九道 大官人便说不妨 西门庆道 别无甚事 少客他家自有些辛苦钱 只是如今练武大的尸首 反百事周全 一床紧被遮盖泽个 何九道 我道何事 这些小事 有甚打紧 如何感受大官人银两 西门庆道 你若不受时 便是推却 何九自来聚西门庆 是个把持官府的人 只得收了银子 又吃了几杯酒 西门庆呼酒保来 寄了账目 明日来我铺子内之前 两个下楼 一面出了店门 临行 西门庆道 老九是碧迹星 不可泄露 改日另有补报 吩咐罢 一直去了 何九接了银子 自存道 其中缘故那却是不须提起的了 只是这银子 恐怕五二来家有说话 留着倒是个见证 一面又蠢道 这两日倒要些银子矫缠 且落得用了 到其间再做礼会变了 于是一直到五大门首 只见那几个火家 正在门首伺候 王婆也等得心里火发 何九一道 便间火家 这五大是胜病死了 火家道 他家说害心疼病死了 何九入门 接起帘子进来 王婆接着道 久等多时了 阴阳也来了半日 老九 如何这咱才来 何九道 便是有些小事 绊住了脚 来迟了一步 只见那妇人 穿着一件素蛋衣裳 白不究计 从里面假哭出来 何九道 娘子省烦恼 大郎已是归天去了 那妇人虚掩着泪眼道 说不得的苦 我夫心疼病症 几个日子便把命丢了 贴得奴好苦 这和九一面上上下下 看了婆娘的模样 心里暗道 我从来只听的人说五大娘子 不曾认得她 原来五大郎讨得 这个老婆在屋里 西门庆 这十两银子使凿了 一面走向灵前 看五大师手 阴阳宣念经壁 接起千秋帆 扯开白卷 定睛看时 见五大指甲青 唇口紫 面皮黄 眼街突出 就知是重恶 旁边那两个伙家说道 怎滴脸也紫了 口唇上有牙痕 口中出血 和九道 羞得胡说 两日天气十分炎热 如何不走动些 一面七手八脚葫芦提炼了 装入棺材内 两下用长命丁 定了 王婆一粒窜多 拿出一吊钱来与和九 大发重火加去了 就问几时出去 王婆道 大娘子说指三日便出殡 城外烧花 喝酒也便起身 那妇人当夜摆着酒请人 第二日请四个僧念经 第三日早五更 众火加都来扛台棺材 也有几个林社街坊 吊销相送 那妇人带上笑 做了一层轿子 一路上口内假哭养家人 来到城外画人场上 便焦局火烧化棺材 不一时烧得干干净净 把古事撒在池子里 原来摘堂管带 一应都是西门庆出前整顿 那妇人归到家中 楼上设个灵牌 上写王夫五大郎之灵 灵床子前点一盏琉璃灯 里面贴些金帆钱纸 金银钉之类 那日却和西门庆坐一处 打发王婆家去 二人在楼上任意纵横取乐 不比先前在王婆家茶房里 只是偷鸡盗狗之欢 如今五大已死 家中无人 两个肆意停眠整宿 初时西门庆孔临摄桥破 先到王婆那边坐一回 落后带着小丝静 从妇人家后门而入 自此和妇人情沾易密 长时三五夜不归去 把家中大小丢得七颠八倒 都不欢喜 正是 色胆如天 不自由 情深易密 两愁谋 贪荒不管 生何死 逆爱谁将 身体修 只为恩身 情郁郁 多夜爱阔 恨悠悠 要将无悦 冤愁解 地老天荒 难些修 光阴迅速 日月如梭 西门庆 瓜辣那妇人 将两月有余 一日将近端阳佳节 担见 绿阳鸟鸟 垂丝碧 海流点点 腌制翅 微微风动漫 萨萨良亲善 处处过端阳 家家共举商 却说 西门庆自月庙上回来 到王婆茶坊里坐下 那婆子连忙点一盏茶来 便问 大官人往哪里来 怎地不过去看看大娘子 西门庆道 今日往庙上走走 大节奸记挂着 来看看六姐 婆子道 今日她娘潘妈妈在这里 她还未去理 等我过去看看 回大官人 这婆子走过妇人后门看时 妇人正陪潘妈妈在房里吃酒 见婆子来 连忙让座 妇人笑道 干娘来得正好 请陪矮娘 且吃个进门盏 到明日养个好娃娃 婆子笑道 老身又没有老爸 哪里得养出来 你年小少壮 正好养里 妇人道 常言小花不结 老花而结 婆子便看着潘妈妈曹道 你看你女儿 这等伤我 说我是老花子 到明日 还用着我老花子里 说吧 潘妈道 她从小是这等快嘴 干娘休要和她一般见识 王婆道 你家这姐姐 端地百灵百利 不枉了好个妇女 到明日 不知什么 有福的人受得她起 潘妈妈道 干娘既是撮河山 全靠干娘做成泽个 一面安下中柱 妇人珍酒在她面前 婆子一连赔了几杯酒 吃得脸红红的 又怕西门庆在那边等候 连忙丢了个眼色 与妇人 告辞归家 妇人知西门庆来了 因一粒 窜夺她娘起身去了 将房中收拾干净 烧些一箱 重新把娘吃的残壮撇去 另安排一席 起整酒窑预备 西门庆从后门过来 妇人接着到房中 倒个万福坐下 原来妇人自从五大死后 怎肯待笑 把五大灵牌丢在一边 用一张白纸蒙着 更饭也不纠彩 每日只是浓妆艳抹 穿颜色衣服 打扮娇样 因见西门庆两日不来 就骂 复兴的贼 如何撇闪了奴 又往那家另续上新田的了 把奴冷丢 不来纠彩 西门庆道 这两日有些事 今日往庙上去 替你制了些首饰 朱翠衣服之类 那妇人满心欢喜 西门庆一面 换过小丝带安来 沾包内取出 一件件拔与妇人 妇人方才败谢收了 小女盈儿 寻常被妇人打怕的 以此不瞒她 令她拿茶 与西门庆吃 一面妇人安放桌 陪西门庆吃茶 西门庆道 你不消费心 我已与了干娘银子 买东西去了 大劫间 正要和你坐一坐 妇人道 此事带安娘的 奴存下这桌整菜 等到干娘买来 且有一回耽搁 咱且吃着 妇人陪西门庆脸相贴 腿相压 并肩一处饮酒 且说 婆子提着个篮 走到街上打酒买肉 那时正值五月初旬天气 大雨时行 只见红日荡天 忽被黑云遮掩 额儿大雨倾盆 但见 乌云生四野 黑雾所长空 刷辣辣 漫空障日飞来 一点点 鸡得芭蕉生碎 狂风相助 青天老贵掀番 霹雳交加 太华松桥震动 喜盐驱暑 润泽田苗 正式 江淮河济 天心水 翠竹洪流 喜酌青 那婆子正打了一瓶酒 买了一篮菜 蔬果品之类 在街上遇见这大雨 慌忙躲在人家房檐下 用手帕裹着头 把衣服都淋湿了 等了一些 那雨脚慢了些 大步云飞来家 进入门来 把酒肉放在厨房下 走进房来 看妇人和西门庆饮酒 笑嘻嘻道 大官人和大娘子好饮酒 你看把婆子身上衣服 都淋湿了 到明日就叫大官人陪我 西门庆道 你看老婆子 就是个赖精 婆子道 也不是赖精 大官人少不得陪我一匹大海青 妇人道 干娘 你且饮斩热酒儿 那婆子陪着饮了三杯 说道 老身往厨下烘衣上去也 一面走到厨下 把衣服烘干 那饥饿阿饭切割安排停荡 用盘碟成了果品之类 都摆在房中 烫上酒来 西门庆与妇人崇祯美酒 交杯碟骨而饮 西门庆饮酒中间 看见妇人壁上挂着一面蹄盘 便道 酒闻你善谈 今日好兮谈个缺我下酒 妇人笑道 奴字又粗学一两句 不十分好 你却休要孝耻 西门庆一面取下琵琶来 露妇人在怀 看着她放在膝儿上 清书欲损 款弄冰险 慢慢谈着 低声畅道 官儿不带 懒书装 记碗青丝 云并光 金钗鞋叉在乌云上 换梅箱 开龙箱 穿一套塑稿衣裳 打扮的是西式模样 出绣房 梅箱 你与我卷起帘 稍一柱儿夜香 西门庆听了 欢喜地没入脚处 一手搂过妇人坟井来 就亲了个嘴 呈夸道 谁知姐姐有这段聪明 就是小人在购兰三街两项相交唱的 也没你这首好弹唱 妇人笑道 猛官人抬举 奴金日与你百依百顺 势必过后 休忘了奴家 西门庆一面捧着他香塞 说道 我怎肯忘了姐姐 两个替雨油云 调笑玩耍 少请 西门庆又脱下他一只绣花鞋儿 请在手内 放一小杯酒 在内 吃鞋杯耍子 妇人道 奴家好小脚 你休要笑话 不一时 二人吃的酒浓 掩蔽了房门 姐一上床玩耍 王婆把大门顶着 和盈儿在厨房中坐地 二人在房内颠缭捣缝 似水如鱼 那妇人枕边风月 比娼妓游慎 百般奉承 西门庆一师承枪法打洞 两个女貌郎才 聚在妙龄之际 有诗单道其能 诗曰 寂静蓝房 垫枕梁 家人才子 一盒掌 方才枕上 交红竹 忽幼偷来 火隔墙 粉碟探香 花鳄颤 蜻蜓细水 往来狂 晴农月极 游鱼星 珍重弹狼 莫相忘 寂静闺房 担枕梁 才子佳人 至妙晚 才去稻礁 红蜡烛 忽然又吊 夜行船 偷香粉碟 孙花蕊 细水清亭 上下旋 乐极情浓 无限去 灵归口内 土清全 当日 西门庆 在妇人家盘还至晚 欲回家 留了几两散碎银子 与妇人做盘缠 妇人再三挽留不住 西门庆戴上眼罩 出门去了 妇人下了帘子 关上大门 又和王婆吃了一回酒 才散 正是 以门相送 流浪去 淹水桃花 去露迷 且看 下回分解 金平梅 第七回 薛梅婆 说去梦三 杨姑娘 气骂张四九 幽兔笑谈 制作 诗曰 我做梅人 十字能 全凭两腿 走殷勤 唇枪灌把 官难配 舌见能条 猎女心 历是花长 头上带 喜言秉定 秀中称 只有一件 不堪处 半是成人 半败人 话说 西门庆家中 西门庆家中 一个卖 脆花的薛嫂 提着花香儿 移地里 寻西门庆不早 因见西门庆贴 身世的小司 戴安儿 便问道 大官人在哪里 戴安道 俺爹在铺子里 和赴二叔算账 原来西门庆家 开生药铺 主管姓赴明明 自自新 台行第二 因此呼他 做赴二叔 这薛嫂听了 一直走到铺子门首 掀开帘子 见西门庆正与 主管算账 点点点头 换他出来 西门庆见是薛嫂 连忙贴了主管出来 两人走在屁镜处 说话 西门庆问道 有甚话说 薛嫂道 我有一件亲事 来对大官人说 管情众你老人嘉义 就顶死了的三娘的窝 何如 西门庆道 你且说这件亲事 是哪家的 薛嫂道 这位娘子 说起来 你老人家也知道 就是南门外饭 不扬家的正头娘子 手里有一分好钱 南京拔布床 也有两张 四季衣服 插不下手去 也有四五只箱子 金拙银串不销说 手里献银子 也有上千两 好三缩布 也有三二百桶 不料他男子汉去饭布 死在外边 他守寡了一年多 身边又没子女 只有一个小姝儿 才十岁 青春年少 守他什么 有他嫁一个嫡亲姑娘 要主张着他嫁人 这娘子 今年不上二十五六岁 生得长挑身材 一表人物 打扮起来 就是个登人儿 风流俊俏 百灵百利 当家立即 真指女工 双鹿其子不销说 不瞒大官人说 他娘家姓孟 台行三姐 就住在臭水下 又会弹一首好乐琴 大官人若见了 管情一见就上舵 西门庆听见妇人会弹乐琴 便可在她心上 就问薛嫂 既是这等 几时相会看去 薛嫂道 相看到不打紧 我且和你老人家记忆 如今她家一家子 只是姑娘大 虽是她娘舅张四 山核套 插着一格里 这婆子原嫁于北边 半边街徐公公房子里 住的孙歪头 歪头死了 这婆子守寡了三四十年 男花女花都无 只靠直男直女养活 大官人只倒在她身上求她 这婆子爱的是钱财 明知侄儿媳妇有东西 随问什么人家她也不管 只指望要挤两银子 大官人家里 有的是那销段子 拿一段 买上一袋礼物 明日亲去见她 再许她挤两银子 一拳打倒她 随问旁边有人说话 这婆子一立张主 谁敢怎定 这些嫂儿 一席话 说得西门庆 欢从鹅脚眉尖出 喜相塞边笑脸声 正是 媒妇殷勤 说始终梦鸡爱嫁 富家翁 有缘千里 能相会 无缘对面 不相逢 西门庆当日与薛嫂相约下了 明日是好日期 就买礼往她姑娘家去 薛嫂说壁话 提着花香而去了 西门庆进来和复火级算账 一宿晚景不提 到次日 西门庆早起 打选衣帽整齐 拿了一段尺头 买了四盘羹果 装作一盒蛋 叫人抬了 薛嫂领着 西门庆 骑着头口 小厮跟随 进来 杨姑娘家门守 薛嫂先入去通报姑娘 说道 近边一个财主 要和大娘子说亲 我说一家 只姑奶奶是大 先来敌面 亲见过你老人家 讲了话 然后才赶去门外相看 今日 小媳妇领来 箭在门守伺候 婆子听见 便道 啊呀 宝珊 你如何不先来说声 一面 吩咐丫鬟顿下好茶 一面道 有请 这薛嫂一粒窜多 先把盒蛋台进去摆下 大发空盒单出去 就请西门庆 进来相见 这西门庆头戴 禅宗大帽 一口一声只叫 姑娘请受礼 让了半日 婆子受了半礼 分宾主坐下 薛嫂在旁边打行 婆子便道 大官人贵姓 薛嫂道 便是咱清河县 数一数二的财主 西门大官人 在县前开个大生药铺 家中钱过北斗 米烂陈仓 没个当家立即的娘子 闻得咱家们外大娘子要嫁 特来见姑奶奶 讲说亲事 婆子道 官人倘然要说 俺侄儿媳妇 自嫩来闲讲罢了 何必费凡又买礼来 使老身却之不恭 受之有愧 西门庆道 姑娘在上 没的礼物 惶恐 那婆子 一面拜了两拜谢了 收过礼物去 拿茶上来 吃壁 婆子开口道 老身当言不言为之诺 我折在时 挣了一分钱财 不幸先死了 如今都落在他手里 说少也有上千两银子东西 官人做小做大 我不管你 只要与我折念上个好经 老身便是他亲姑娘 又不格从 就与上我一个棺材本 也不曾要了你家的 我破着老脸 和张四那老狗 做臭毛鼠 替你两个硬张住 取过门时 欲生辰时节 官人放他来走走 就认俺这门穷亲戚 也不过上你穷 西门庆笑道 你老人家放心 所说的话 我小人都知道了 只要你老人家主张得定 修说一个棺材本 就是十个 小人也来得起 说着 便叫小四拿过败侠来 取出六钉三十两 雪花观银 放在面前 说道 这个不当是吗 先与你老人家 买盏茶吃 到明日取过门时 还你七十两银子 两体段子 与你老人家为送中之资 其四十八节 只管上门行走 这老前婆黑眼珠 见了二三十两 白黄黄的官银 满面堆下笑来 说道 官人在上 不是老身一小 自古先断后不乱 薛嫂在旁插口说 你老人家推多心 哪里这等计较 我这大官人不是这等人 知嫩还要多着何认亲 你老人家不知 如今知县知府 相公也都来往 好不似海 你老人家能吃他多少 一席话说的婆子 屁滚尿流 吃了两道茶 西门庆便要起身 婆子挽留不住 薛嫂道 今日既见了姑奶奶 明日便好往门外相看 婆子道 我家侄儿媳妇 不用大观人像 宝山 你就说我说 不嫁这样人家 再嫁慎养人家 西门庆坐此起身 婆子道 老身不知大观人下降 匆忙不曾预备 空了观人 修怪 主拐送出 送了两步 西门庆让回去了 薛嫂打发西门庆上马 因说道 我主张得有礼吗 你老人家先回去吧 我还在这里和她说句话 明日须早些往门外去 西门庆便拿出一两银子来 与薛嫂坐驴子钱 薛嫂接了 西门庆便上马来家 她还在杨姑娘家说话饮酒 到日暮才归家去 话羞饶舌 到次日 西门庆打选衣帽骑整 绣着插带 骑着匹白马 带安 平安两个小厮跟随 薛嫂骑着驴子 出得南门外来 不多时 到了杨家门首 却是坐南朝北一间门楼 粉青照壁 薛嫂请西门庆下了马 同进去 里面一门照墙 竹墙里隐蔽 院内摆设柳树盆景 台积上电缸一溜 打步凳两条 薛嫂推开诸红阁扇 三间导坐客位 上下以桌光鲜 连龙潇洒 薛嫂请西门庆坐了 一面走入里边 片上出来 向西门庆耳边说 大娘子梳妆未了 你老人家请坐一坐 只见一个小丝儿 拿出一盏扶人泡茶来 西门庆吃了 这薛嫂一面 指手画脚 与西门庆说 这家中除了那头姑娘 指这位娘子是大 虽有她小叔 还小礼 不晓得什么 当初有过世的官人 在铺子里 一日不算银子 铜钱也卖两大菠萝 毛青鞋面部 俺每问她买 定要三分一尺 一日常有二三十染的吃饭 都是这位娘子 主张整理 手下使着两个丫头 一个小丝 大丫头十五岁 掉起头去了 名唤兰香 小丫头名唤小鸾 才十二岁 到明日过门时 都跟她来 我替你老人家 说成这亲事 只望点两间房助理 西门庆道 这不打紧 薛嫂道 你老人家去年买春梅 许我几匹大步 还没与我 到明日不管一总谢罢了 正说着 只见使了个丫头来叫薛嫂 不多时 只闻环佩叮咚 蓝色富裕 薛嫂忙掀开帘子 妇人出来 西门庆睁眼观那妇人 但见 月化烟苗 粉妆玉琢 俊旁儿 不肥不瘦 翘身材 难减难增 素额痘 几点微麻 天然美丽 香裙鹿 一双小脚 周正看脸 行过处 花香细生 坐下时 燕然百昧 西门庆一见满心欢喜 妇人走到堂下 望上不端不挣到了个万福 就在对面椅子上坐下 西门庆眼不转睛 看了一回 妇人把头低了 西门庆开言说 小人妻王已久 欲娶娘子管理家事 为之遵义如何 那妇人偷眼看西门庆 见他人物风流 心下已十分重义 遂转过脸来 问薛婆道 官人贵庚 没了娘子多少时了 西门庆道 小人虚度二十八岁 不幸先妻没了一年有余 不敢请问 娘子青春多少 妇人道 奴家是三十岁 西门庆道 原来长我二岁 薛嫂在旁插口道 七大两 黄金日日长 七大三 黄金鸡如山 说着 只见小丫鬟拿出三盏蜜剑金橙子泡茶来 妇人起身 先取头一盏 用掀手抹去盏边水渍 避雨西门庆 倒个万福 薛嫂见妇人立起身 就趁空而轻轻用手掀起妇人裙子来 正露出一对钢三寸 恰半叉 尖尖 瞧瞧金脸脚来 穿着双大红便 地金云头 白灵高低血儿 西门庆看了 满心欢喜 妇人取第二盏茶来地与薛嫂 她自取一盏陪坐 吃了茶 西门庆便叫戴安 用方盒乘上锦帕二方 宝钗一对 金戒指六个 放在托盘内送过去 薛嫂一面叫妇人拜谢了 因问官人行礼日期 奴这里好做预备 西门庆道 继蒙娘子见云 金月二十四日 有些威礼过门来 六月初二准取 妇人道 既然如此 奴明日就使人对姑娘说去 薛嫂道 大官人昨日已到姑奶奶府上 讲过话了 妇人道 姑娘说甚来 薛嫂道 姑奶奶听见大官人 说此装饰 好不喜欢 说道 不嫁这等人家 再嫁哪样人家 我就坐应煮煤 保证门亲事 妇人道 既是姑娘嫩般说 又好了 薛嫂道 好大娘子 莫不安 做美感这等导谎 说必 西门庆坐此起身 薛嫂送出巷口 向西门庆说道 看了这娘子 你老人家心下如何 西门庆道 薛嫂 其实累了你 薛嫂道 你老人家先行一步 我和大娘子说句话就来 西门庆起马进城去了 薛嫂转来 向妇人说道 娘子 你嫁的这位官人也罢了 妇人道 但不知房里有人没有人 建座和生理 薛嫂道 好奶奶 就有房里人 哪个是成头脑的 我说是黄 你过去就看出来 他老人家明目 谁不知道 清河县数一数二的财主 有名卖生要放官吏 债西门庆大官人 知县知府都和他来往 近日又与东京阳提都结亲 都是四门庆家 谁人敢惹他 妇人安排酒饭 与薛嫂正吃着 只见他姑娘家 使个小四安童 盒子里盛着四块黄米面枣而高 两块糖 几十个爱窝窝 就来问 曾受了那人家插定不曾 奶奶说来 这人家不嫁 代嫁甚人家 妇人道 多谢你奶奶挂心 今已留下插定了 薛嫂道 天吗 天吗 早是俺没人不说谎 姑奶奶早说将来了 妇人收了膏 取出盒子 装了满满一盒子 点心腊肉 又与了安童五六十文钱 说 到家多拜上奶奶 那家日子 并在二十四日行礼 初月初二日准取 小厮去了 薛嫂道 姑奶奶家送来什么 与我先 包了家去孩子吃 妇人与了她一块糖 十个爱窝窝 方才出门 不在话下 且说 她母就张四 以着她小外甥杨宗宝 要徒留妇人东西 一心举宝大街坊 上推官儿子上举人为济世 若小可人家 还有话说 不想闻的是西门庆定了 知她是把持官府的人 最动不得了 寻思千方百计 不如破为上计 急走来对妇人说 娘子不该接西门庆插定 还与我嫁上举人的事 她是失礼人家 又有装填地土 泼过的日子 强如嫁西门庆 那斯基年把持官府 雕图泼皮 她家建有正头娘子 乃是吴谦护家女儿 你过去做大事 做小事 旷她房里又有三四个老婆 除眉上头的丫头不算 你到她家 人多口多 还有的惹气力 妇人听见话头 明知张四是破亲之意 便扬说道 自古传多不爱路 若她家有大娘子 我情愿让她做姐姐 虽然房里人多 只要丈夫做主 若是丈夫喜欢 多亦何妨 丈夫若不喜欢 便只奴一个 也难过日子 况且富贵人家 哪家没有四五个 你老人家不消多虑 奴过去自有道理 料不防是 张四道 不读这一件 她最惯打负煞妻 又管挑犯人口 稍不中意 就另媒婆卖了 你受得她这气吗 妇人道 四舅 你老人家诧异 男子汉虽厉害 不打那勤紧省事之期 我到她家 把她家定 理言不出 外言不入 她敢怎地奴 张四道 不是我打听的 她家还有一个 十四岁未出嫁的闺女 诚恐去到她家 三窝两块惹气怎了 妇人道 四舅说哪里话 奴到她家 大是大 小是小 带的孩儿们好 不怕男子汉不欢喜 不怕女儿们不孝顺 休说一个 便是十个 也不防是 张四道 还有一件最要紧的事 此人行止欠端 专宜在外棉花卧柳 又理须外食 少人家债付 只怕坑陷了你 妇人道 四舅 你老人家又诧异 他少年人 就外边 做些风流够当 也是常事 奴妇人家 哪里管得许多 若说虚实 常言道 世上钱财 躺来物 哪是长亭 久富家 旷因缘事 皆前生分定 你老人家 倒不消 这样费心 张四健 说不动 富人 道吃他 抢白了几句 好无颜色 吃了两盏清茶 起身去了 有失为证 张四无端 散楚言 因缘 谁想 是前缘 家人心爱 西门庆 说破咽喉 总是嫌 张四修残归家 与婆子商议 单等妇人起身 指着外甥杨宗宝 要拦夺妇人相拢 话羞饶舌 到二十四日 西门庆行了礼 到二十六日 请十二位素僧念经 梢灵 都是他姑娘 一例张主 张四道妇人 将其身头一日 请了几位街放众帘 来和妇人说话 此时 薛嫂 正引着西门庆家 小司办当 并守备 府里讨的 一二十名军牢 正进来 搬台妇人床帐 嫁妆相拢 被张四拦住 说道 宝山且休台 有话讲 一面同了街放 邻舍进来 见妇人 坐下 张四先开言说 列位高林听着 大娘子在这里 不该我张龙说 你家男子汉 杨宗希与你这小叔 杨宗宝 都是我生 今日不幸大外甥死了 空正一场前 有人主张着你 这也罢了 争奈第二个外甥 杨宗宝年幼 一个业障都在我身上 他是你男子汉 一母同胞所生 莫不家当没他的份儿 今日对着列位高林在这里 只把你香龙打开 眼瞳众人看一看 有东西没东西 大家见个明白 妇人听言 一面哭起来 说道 众位听着 你老人家诧异 奴不是歹义 谋死了男子汉 今日天修脸又嫁人 他手里有钱没钱 人所供之 就是积攒了几两银子 都使在这房子上 房子我没带去 都留于小书 家伙等见 分毫不动 就是外边有三四百两银子欠账 文书合同 已都交于你老人家 陆续讨来家中盘缠 再有什么银两来 张四道 你没银两也罢 如今只对着众位 打开香笼看一看 就有 你还拿了去 我又不要你的 妇人道 莫不奴的鞋脚 也要瞧不成 正乱着 只见姑娘主拐自后而出 众人便道 姑娘出来 都齐声畅诺 姑娘还了万福 陪众人坐下 姑娘开口道 列位高临在上 我是她亲姑娘 又不格从 莫不没我说出 死了的也是折儿 活着的也是折儿 十个指头咬着都疼 如今修说她男子汉手里没钱 她就有十万两银子 你只好看她一眼罢了 她身边又无处 少女嫩腹的 你拦着不教她嫁人做什么 众阶林高声道 姑娘见得有礼 婆子道 难道她娘嫁陪的东西 也留下她的不成 她背地又不曾自语我什么 说我护她 也要公道 不瞒列位说 我这侄儿媳妇 平日有人意 老身舍不得她 好温客兴儿 不然老身也不管着她 那张四在旁 把婆子瞅了一眼 说道 你好公平心 凤凰无宝处不落 只这一句话 道着婆子真病 当时怒起 子仗了面皮 指定张四大骂道 张四 你修胡言乱语 我虽不能是杨家正头相主 你这老油嘴 是杨家那辽子才的 张四道 我虽是异性 两个外甥是我姐姐养的 你这老咬虫 女生外相 怎一头放火 又一头放水 姑娘道 见眉廉齿老狗骨头 她少女嫩腹的 你留她在屋里 有何算计 既不是涂色玉 便玉起谋心 将钱肥挤 张四道 我不是涂钱 只恐杨宗宝后来大了 过不得日子 不似你这老沙才 搬着大隐着小 黄帽黑尾 姑娘道 张四 你这老花根 老奴才 老粉嘴 你嫩片口张舌的好淡扯 到明日死了时 不使了绳子扛子 张四道 你这嚼舌头老淫妇 正将钱来交为把 怪不得你无儿无女 姑娘急了 骂道 张四 贼老苍根 老猪狗 我无儿无女 强似你家妈妈子 穿寺院 养和尚 才到事 你还在睡梦里 当下两个岔歇儿 不曾打起来 多亏众临舍劝住 说道 老舅 你让姑娘 一句而罢 薛嫂见她二人 攘坐一团 领西门庆家 小厮办当 并发来众军牢 赶人闹礼 七手八脚 将妇人床杖 装帘 相拢 扛的扛 抬的抬 一阵风都搬去了 那张四七的眼大睁着 半上说不出话来 众林射箭不是事 安抚了一回 个人都散了 到六月初二日 西门庆一鼎大叫 似对红沙灯笼 他小叔杨宗宝头上 扎着继耳 穿着青纱衣 撒齐在马上 送他嫂子成亲 西门庆 达赫了他一匹锦段 一柄玉涛儿 兰湘 小鸾两个丫头 都跟了来铺床叠背 小丝情同方年十五岁 一代过来服侍 到三日 杨姑娘家 并妇人两个嫂子 孟大嫂 二嫂都来做生日 西门庆与他杨姑娘 七十两银子 两体齿头 自此亲戚来往不绝 西门庆就把西乡房里 收拾三间 与他作房 台行第三 浩玉楼 令家中大小 都随着叫三姨 到晚一连在他房中 歇了三夜 正是 萧金帐里 依然两个心人 红锦背中 献出两班旧物 有诗为证 怎赌多情 风月飙 娇人无福 也难消 风吹烈子 归何处 夜夜禅娟 再柳梢 且待下回分解 金平梅 第八回 叛情郎 家人战鬼卦 烧夫灵 和尚听银声 幽兔笑谈 制作 此曰 红薯卷窗纱 睡起半托罗妹 和四等闲睡起 到日高海味 催花阵阵 玉楼风 楼上人难睡 有了人一个 在眼前心里 话说 西门庆自取了 玉楼在家 燕尔新婚 如胶似妻 又与陈宅史 闻嫂来通信 六月十二日 就要娶大姐过门 西门庆 猝忙猝急 攒造不出床来 就把孟玉楼 陪来的一张 南京苗金彩 七八布床 陪了大姐 三朝九日 足乱了一个多月 不曾往潘金莲家去 把那妇人 每日门一遍 眼望穿 使王婆 往她门首去寻 门首小丝 知道是潘金莲使来的 多不理她 妇人盼得紧 见婆子回了 又叫小女儿 接上去寻 那小妮子 怎敢入她 身宅大院 只在门首学探 不见西门庆就回来了 来家 被妇人 远骂在脸上 怪她没用 便要叫她跪着 饿到晨午 又不与她饭吃 此时正值三福天道 妇人亥热 吩咐迎儿热下水 伺候要洗澡 又做了一笼 果馅肉饺儿 等西门庆来吃 身上指着薄杀短衫 坐在小凳上 盼不见西门庆到来 骂了几句负心贼 无情无序 用先手向脚上脱下 两只红袖鞋而来 是打一个相思挂 正是 逢人不敢 高声雨 暗不惊 前面远人 有山坡羊 为正 凌波罗袜 天然生夏 红云染就相思挂 四偶生涯 如帘蟹花 怎生缠的蟹儿大 六条笔来钢半叉 他不念咱 咱何曾不念他 依着门 撕下帘 敲呀 空叫奴背耳里 叫着他那名妈 你怎练烟花 不来我家 奴眉儿淡淡教谁话 何处绿阳栓记马 他辜负咱 咱何曾辜负他 妇人打了一回向思挂 不觉困倦 就歪在床上 躲睡早了 约一个时辰醒来 心中正没好气 盈儿问 热了水 娘洗澡也不洗 妇人就问 脚蒸熟了 拿来我看 盈儿连忙拿到房中 妇人用先手一数 原坐下一扇龙三十个角 翻来覆去直数的二十九个 便问 那一个往哪里去了 盈儿道 我并没看见 只怕娘错数了 妇人道 我亲数了两遍 三十个角 要等你爹来吃 你如何偷吃了一个 好交态淫妇奴才 你还缠牢缠体 心里要想这个角吃 你大碗小碗吃倒不下饭去 我坐下孝顺你来 便不由分说 把这小妮子险 包去身上衣服 拿马鞭子 打了二三十下 打得妮子杀猪斑 也四脚 问着他 你不承认 我定打你百数 打得妮子急了 说道 娘修打 是我害恶的荒 偷吃了一个 妇人道 你偷了 如何赖我错数 眼看着就是个牢头 或根淫妇 有那王八在时 清学重告 今日往哪里去了 还在我跟前弄神弄鬼 我只把你这牢头淫妇 打下你下劫来 打了一回 穿上小衣 放她起来 吩咐在旁打扇 打了一回扇 口中说道 贼淫妇 你梳过脸来 等我掐你这皮脸两下子 那妮子真个梳着脸 被妇人间指甲掐了两道血口子 才饶了她 梁酒 走到静台前 从新庄点出来 门帘下站立 也是天价其变 只见戴安加着毡包 骑着马 打妇人门守经过 妇人叫住 问她往何处去来 那小司说话乖绝 常跟西门庆 在妇人家行走 妇人常与她些济润 以此划熟 一面下马来 说道 俺爹使我送人情 往守备府里去来 妇人叫进门来 问道 你爹家中有甚事 如何一向不来棒个影 想必另续上了一个心田的姊妹了 戴安道 俺爹再没续上姊妹 只是这几日家中是忙 不得脱身来看六姨 妇人道 就是家中有事 哪里丢我弄个半月 阴信不送一个 只是不放在心上 一问戴安 有什么事 你对我说 那小司兮兮只是笑 不肯说 妇人见戴安笑得有因 欲丁锦问道 端帝有甚事 戴安笑道 只说有装饰儿罢了 六姨只顾吹毛求辞问 怎地 妇人道 好小有嘴儿 你不对我说 我就恼你一声 小司道 我对六姨说 六姨修对爹 说是我说的 妇人道 我绝不对她说 戴安就如此这般 把家中取梦御楼之事 从头至尾告诉了一遍 这妇人不听电罢 听了由布的猪泪 而顺着香腮流浆下来 戴安慌了 便道 六姨 你原来这等量窄 我顾此不对你说 妇人已定门 长叹了一口气 说道 戴安 你不知道 我与她从前以往那样恩情 今日如何 一旦抛闪了 指不住纷纷落下泪来 戴安道 六姨 你何苦如此 家中暗娘也不管着她 妇人便道 戴安 你听告诉 乔才心邪 不来医院 奴秀冤亲 旷了三十夜 她翘心而别 暗痴心而呆 不和江人十分热 常言道容易得来容易舍 心 过也 缘 分也 说必 又哭 戴安道 六姨 你休哭 俺爹怕不也只在这两日 他生日带来也 你写几个字 等我替你烧去 与俺爹看了 必然就来 妇人道 是必累你 请得他来 到明日 我坐双好鞋与你穿 我这里也要等他来 与他上寿礼 他若不来 都在你小油嘴身上 说必 令迎儿把桌上蒸下的脚 装了一叠 打发戴阿尔吃茶 一面走入房中 取过一幅花间 又青年浴馆 款弄羊毛 须于 写了一首寄生草 此曰 将奴者之心画 赴花间 寄予他 想当初 截下青丝发 门 以便连带下 受了些 没打弄的担惊怕 你经过是 负了奴心 不来还我 香罗怕 写旧 叠成一个方圣儿 风停荡 赴予戴安收了 道 好歹多上付他 待他生日 千万来走走 奴这里专望 那戴安吃了点心 妇人又与数十闻前 临出门上马 妇人道 你到家见你爹 就说六姨好不骂你 他若不来 你就说六姨到明日坐轿子亲自来礼 戴安道 六姨 自吃你卖粉团的撞见了敲板蛮子 叫冤屈 麻烦疙瘩的账 说必 骑马去了 那妇人每日长等短等 如时辰大海 七月将近 到了他生辰 这妇人挨一日四三秋 盼一夜如半夏 等得咬无音信 不觉银牙暗咬 心眼流波 至晚 只得又叫王婆来 安排酒肉与她吃了 巷头上拔下一根金头银簪子与她 央往西门庆家去请她来 王婆道 这早晚 茶前酒后 她定也不来 待老身明日亲早请她去罢 妇人道 干娘 是必记心 休要忘了 婆子道 老身管着哪一门 肯误了勾当 这婆子 非钱而不行 得了这根簪子 吃得脸红红 归家去了 且说妇人在房中 香薰冤备 款踢银灯 睡不早 短探长须 正是 得多少 琵琶夜酒 殷勤弄 寂寞空房 不忍弹 于是独自弹着琵琶 唱一个棉搭 谁想你 另有了群差 气得奴 似醉如痴 写已定 为凭故意而猜 不明白 怎生丢开 传书记简 你又不来 你若 负了奴的恩情 人不为仇 天降灾 妇人一夜 翻来覆去 不曾睡早 八道天明 就是盈儿 过肩壁 瞧王奶奶 请你爹去了 不曾 盈儿去不多时 说 王奶奶 老早就出去了 且说 那婆子早晨出门 来到西门庆门 人手探问 都说不知道 在对门墙脚下等够多时 只见父伙计来开铺子 婆子走向前 到了万福 动问一声 大官人在家吗 父伙计道 你老人家寻他怎地 早是问早我 第二个也不知他 大官人昨日受淡 在家请客 在家请客 吃了一日酒 到晚拉众朋友 往院里去了 一夜通没回家 你往那里去寻他 这婆子拜祠 出现前来到东街口 正往沟兰那条巷去 只见西门庆 骑着马远远 从东来 两个小厮跟随 此时素酒未行 醉眼摩缩 前和后仰 被婆子高声叫道 大官人 少吃些耳怎地 向前一把手 把马搅环扯住 西门庆最终问道 你是王甘娘 你来 想是六姐寻我 那婆子 向他耳畔低眼 道不数句 西门庆道 小厮来家 对我说来 我知道 六姐脑我理 我如今就去 那西门庆 一面跟着他 两个一地一句 正说了一路话 笔集道 妇人门守 婆子先入去 报道 大娘子恭喜 还亏老身 没半个时辰 把大官人请将来了 妇人听见他来 就像天上掉下来的一般 连忙出房来迎接 西门庆摇着善儿进来 带酒半憨 与妇人畅诺 妇人还了万福 说道 大官人 贵人惜见面 怎地把奴丢了 一向不来棒个影 家中新娘子陪伴 如交似妻 哪里想起奴家来 西门庆道 你修听人胡说 拿讨什么新娘子来 因小女出嫁 忙了几日 不曾得闲功夫来看你 妇人道 你还哄我理 你若不是怜心气疚 另有别人 你指着望跳身子 说个事 我放心你 西门庆道 我若赴了你 生晚来大丁窗 害三五年黄病 扁淡大驱丁口袋 妇人道 赴新的贼 扁淡大驱丁口袋 管你甚事 一手向她头上 把一顶新鹰子瓦棱帽 而搓下来 望地上纸一丢 慌得王婆地下拾起来 替她放在桌上 说道 大娘子 只怪老身 不去请大官人 来 就是这般的 妇人又向她头上 拔下一根簪耳 拿在手里观看 却是一点油筋簪耳 上面细着两六载 金勒马斯方草地 御楼人最姓华天 却是孟御楼带来的 妇人猜作哪个 唱得送她的 夺了放在袖子里 说道 你还不变心理 奴与你的簪儿 哪里去了 西门庆道 你那根簪子 前日因酒醉 跌下马来 把帽子落了 头发散开 寻食就不见了 妇人将手 再向西门庆脸 边谈个响妃子 道 哥哥儿 你醉得眼嫩花了 哄三岁孩 也不信 王婆在旁插口道 大娘子修怪 大官人 他离城四十里 见蜜蜂儿刺史 出门叫塔像 半了一跤 原来去远 不去近 西门庆道 紧自他麻烦人 你又自作耍 妇人见他手中 拿着一把 红骨细撒巾 鸡丁脚穿扇耳 取过来营亮处 指一照 原来妇人 九冠之风月中士 剑扇上 多是雅雅的碎眼 就疑是哪个妙人 与他的 不由分说 两把蛇了 西门庆旧时 已是扯得烂了 说道 这扇子 是我一个朋友 不知道送我的 一向藏着不曾用 今日才拿了三日 被你扯烂了 那妇人 奚落了他一回 只见蝇儿拿茶来 便叫蝇儿 放下茶托 与西门庆磕头 王婆道 你两口子 积锅了这半日 也够了 修药物了勾当 老身除下 收拾去也 妇人一边 吩咐盈儿 将预先安排下 与西门庆上寿的酒窑 整理亭大 拿到房中 摆在桌上 妇人向香中 取出与西门庆 上寿的物事 用盘承着 摆在面前 与西门庆观看 却是一双 玄色断子鞋 一双挑线香草鞭蓝 松竹梅花碎寒三有 将色断子护膝 一条沙绿路愁 水光眷里 儿子献大 里面装着牌草 玫瑰花兜兜 一根病头帘 伴赞儿 赞儿上系着 五言四句诗一首 云 奴有病头帘 赠与君观计 凡是同头上 切勿清香气 西门庆一见满心欢喜 把妇人一手搂过 亲了个嘴 说道 怎知你有如此聪慧 妇人交银儿直呼 珍一杯 与西门庆 花枝昭阳 插竹 也四颗了四个头 那西门庆 那西门庆连忙拖起来 两个并肩而坐 交杯换窄饮酒 那王婆陪着吃了几杯酒 吃得脸红红的 告辞回家去了 二人自在取乐玩耍 妇人陪伴西门庆饮酒多时 看看天色晚来 但见 蜜云米婉秀 暗雾所长空 群星雨昊 月真灰 绿水共青 天同壁 僧头古寺 森林中 嚷嚷鸭飞 刻奔荒村 驴巷内 汪汪犬飞 当下西门庆 吩咐小厮回马家去 就在妇人家歇了 到晚夕 二人尽力盘缓 淫欲无度 常言道 乐极生悲 光阴迅速 单表武松自领之县 梳里驼淡 离了清河县 竟到东京诸太尉处 下了梳里 交割了香驼 等了几日 讨得回书 领一行人 取路回山东而来 去时三四月天气 回来 却淡数新秋 路上雨水连绵 迟了日线 前后 往回也有三个月光景 在路上行网坐卧 只觉得神思不安 身心恍惚 不免 先拆了一个士兵 预报 与支县相公 又私自寄一封家书 与他哥哥五大 说他只在八月内 准还 那士兵先下了支县 相公饼铁 然后进来抓寻五大家 可可天假其变 王婆正在门守 那士兵见五大家门关着 才要叫门 婆子便问 你是寻谁的 士兵道 我是五都头 拆来下书 与他哥哥 婆子道 五大郎不在家 都上坟去了 你有书信 交于我 等他回来 我弟与他 也是一般 那士兵向前 唱了一个诺 便向身边 取出家书 来交于王婆 忙忙 骑上头口去了 这王婆拿着那封书 从后门走过妇人家来 原来妇人和西门 庆狂了半夜 约睡至饭时 还不起来 王婆叫道 大官人 娘子起来 和你们说话 如今五二拆士兵 寄书来与他哥哥 说他不久就到 我接下 打发他去了 你们不可迟滞 需要早做长殿 那西门庆不听万事皆休 听了此言 正是 分门八块 顶两股 倾下半桶 冰雪来 慌忙与妇人都起来 穿上衣服 请王婆到房内坐下 取出书来与西门庆看 书中写着 不过中秋回家 二人都慌了手脚 说道 如此怎了 干娘遮藏 我每则各 恩有重报 不敢有啊 我如今二人情深四海 不能相舍 五二内思回来 便要分散 如何是好 婆子道 大官人 有什么难处之事 我前日已说过 又嫁游亲 后嫁游深 古来 书嫂不通门户 如今五大 已百日来到 大娘子请上几个和尚 把这灵牌子烧了 趁五二未到家 大官人一顶轿子 娶了家去 等五二内思回来 我自有话说 他敢怎地 自此你二人自在一生 岂不是妙 西门庆便道 干娘说的是 当日西门庆和妇人 用碧早饭 约定八月初六日 是五大百日 请僧烧灵 初八日晚 去妇人家去 三人记忆已定 不一时 带安拿马来接回家 不在话下 光阴四溅 日月如梭 又早到了八月初六日 西门庆拿了数两岁银钱 来妇人家 叫王婆报恩寺 请了六个僧 在家坐水路 超度五大 晚西除灵 到人头五更 就挑了精丹来 铺陈道场 悬挂佛像 王婆扮厨子 在灶上安排斋供 西门庆那日 就在妇人家谢了 不一时 和尚来道 遥想灵楚 打动古博 讽诵精颤 宣扬法事 不必细说 且说 潘金莲 怎肯斋戒 陪伴西门庆睡到日头半天 还不起来 和尚请斋主 念香签字 正蒙礼佛 妇人方才起来书席 乔素打扮 来到佛前参拜 众和尚见了五大这老婆 一个个都迷了佛性缠心 关不住心缘一马 七颠八倒 苏成一块 但见 扳手轻狂 念佛号不知颠倒 为魔昏乱 宋经言起故高低 烧香行者 推倒花瓶 禀竹头驼 勿拿香合 宣蒙表白 大宋国错称做大唐国 颤醉舌离 五大郎 己念五大娘 长老心忙 打鼓戒拿徒弟手 沙尼情大 庆垂敲破老僧头 从前苦行一时修 万个金刚降不住 妇人在佛前烧了香 签了字 拜礼佛碧 回房去依旧陪伴西门庆 拜上九席婚星 自趣取乐 西门庆吩咐王婆 有事你自答应遍了 修叫她来锅造六姐 婆子哈哈笑道 你两口只管受用 游着老娘和那秤私缠 妇人正和西门庆在房里饮酒作欢 原来妇人卧房与佛堂只隔一道板壁 有一个僧人仙道走在妇人窗下水盆里洗手 忽听见妇人在房里颤声柔气 深深吟吟 哼哼唧唧 恰似有人交够一般 遂推洗手 立住脚听 只听得妇人口里喘声呼叫 打打 你只顾飞打 到几时 只怕和尚来听见 饶了奴 快些丢了吧 西门庆道 你且休慌 我还要在盖子上烧一下礼 不想都被这秃私听了个 不亦乐乎 落后众和尚到齐了 吹打起法事来 一个传一个 都知妇人有汉子在屋里 不觉都守之武之 足之导之 灵佛是晚晚 晚夕送灵化才出去 妇人又早出了孝祭 当时把灵牌并佛烧了 那贼突冷眼瞧见 帘子里一个汉子和婆娘 隐隐绰绰并肩站着 想起白日里 听见那些勾当 只顾乱打 顾飞拔不住 贝丰把长老的僧家帽 刮在地上 露出清玄玄光头 不去时 只顾飞拔打鼓 笑成一块 王婆便叫道 师父 植蚂蚁烧过了 还只顾飞打 怎滴 和尚辰 和尚答道 还有纸炉盖子上 没烧过 西门庆听见 一面令王婆快打发 趁前与他 长老道 请摘主娘子谢谢 妇人道 干娘说免了罢 众和尚道 不如饶了罢 一起笑的去了 正是 隔墙须有耳 窗外起无人 有失为证 银腹烧灵 置不平 舍离窃壁 听银声 果然佛法 能消罪 王者闻之 亦惨魂 且待下回分解 金平梅 第九回西门庆 偷取潘金莲 五都头 勿达理造立 幽兔笑谈制作 诗曰 干郎 丹肃爱 着意 手相连 岁月 多望远 情宗 人久焉 于非 七燕燕 彼翼 世间间 细数 从潜意 时时 屈指尖 话说 西门庆与 潘金莲 烧了五大灵 到次日 又安排一喜酒 请王婆 作词 就把银儿 交付 与王婆 看养 因商量到 五二回来 却怎生不予 他知道六姐 是我娶了才好 王婆笑道 有老身在此 任五二 那私怎的都答 我自有话回他 大观人 只管放心 西门庆听了 满心欢喜 又将三两银子 谢他 当晚就将 妇人相拢 都打发了家去 剩下些破桌 坏凳 就衣裳 都与了王婆 到次日出八 一顶轿子 四个灯笼 妇人换了一身 艳色衣服 王婆送亲 戴安根教 把妇人抬到家中来 那条街上 远近人家 无疑不知此事 都惧怕西门庆 有钱有势 不敢来多管 只编了四句口号 说得好 看笑西门 不时休 先奸后取 丑名流 将内坐着 浪淫妇 后便跟着 老牵头 西门庆 娶妇人到家 收拾花园内 楼下三间 与她作坊 一个独独小脚门 而进去 院内设放花草盆景 白日间人际喊道 即是一个幽僻去处 一边是外房 一边是卧房 西门庆旋 用十六两银子 买了一张 黑漆欢门苗金床 大红罗圈金账卖 宝像花简庄 桌椅景物 摆设齐整 大娘子 吴月娘房里 使着两个丫头 一名春梅 一名玉霄 西门庆把春梅 叫到金莲房内 令她服侍金莲 赶着叫娘 却用五两银子 另买一个小丫头 名叫小玉 服侍月娘 又替金莲六两银子 买了一个上造丫头 名唤秋菊 台行金莲坐第五房 先头陈家娘子陪嫁的 名唤孙雪娥 约二十年纪 生得五短身材 有姿色 西门庆与她带了纠计 台行第四 以此把金莲坐个第五房 此事表过不提 这妇人一娶过门来 西门庆就在妇人房中素歇 如鱼似水 美爱无家 到第二日 妇人梳妆打扮 穿一套艳色服 春梅捧茶 走来后边大娘子吴月娘房里 拜见大小 递见面斜角 月娘在座上仔细观看 这妇人年纪不上二十五六 生得这样标致 淡剑 梅似初春柳叶 常含着雨恨云愁 脸如三月桃花 暗带着风情悦逸 仙妇鸟挥 鲸树得艳蓝英雍 弹口轻盈 勾引得 疯狂蝶乱 玉帽妖绕 花结雨 方容窑窑窑窑 芳蓉窑 晟窑 茣啣 誉蓉 枫雨 ballet 风流往上跑 从脚看到头 风流往上流 论风流 如水泥 金盘内 走明珠 与态度 似弘杏之头龙小日 看了一回 口中不言 心内想到 小丝美来家 只说五大怎样一个老婆 不曾看见 不想果然生的标志 怪不得俺那强人爱她 金莲先与月娘磕了头 递了斜角 月娘受了她私礼 似后李娇儿 孟玉娄 孙雪娥都拜见了 平序了姊妹之礼 立在旁边 月娘叫丫头拿个座教她做 吩咐丫头 媳妇赶着她叫五娘 这妇人坐在旁边 不转睛把众人偷看 见吴月娘约三九年纪 生得面如银盆 眼如杏子 举止温柔 持重寡言 第二个李娇儿 乃愿中畅的 生得肌肤丰肥 身体沉重 虽数名记者之称 而风月多不及金莲也 第三个就是新曲的孟玉娄 约三十年纪 生得貌若梨花 腰如杨柳 长挑身材 瓜子脸 细细多几点微麻 自视天然俏丽 围裙下双弯与金莲 无大小之分 第四个孙雪娥 乃房里出身 无短身材 轻盈体态 能造五仙汤水 善舞脆盘之妙 这妇人一抹儿都看在心里 过三日之后 每日清晨起来 就来房里与月娘做真指 做斜角 凡事不拿强拿 不动强动 指着丫头赶着月娘 一口一声指教大娘 快把小一儿贴练几次 把月娘喜欢的眉入角处 称呼她做六姐 衣服首饰捡心爱的与她 吃饭吃茶都和她在一处 因此 李娇儿众人见月娘错敬她 兜气不愤 背后常说 俺们是旧人 道不理论 她来了多少时 便这等惯了她 大姐姐 好没分晓 西门庆自取潘金莲来家 住着身宅大院 衣服头面又相衬 二人女貌郎才 正在妙年之际 凡事如骄似妻 百依百随 淫欲之事 无日无之 且暗下不提 单表武松 八月初旬到了清河县 先去县里纳了回书 支县见了大喜 以支金宝交得明白 赏了武松十两银子 九十管贷 不必细说 武松回到夏处 换了衣服鞋袜 带了一顶新头巾 锁了房门 一镜头子时接来 两边众邻舍看见武松回来 都吃一惊 捏两把汗 说道 这番萧强祸起了 这个太岁归来 怎肯甘休 武松走到哥哥门前 接起帘子 探身入来 看见小女迎儿在楼穿廊下碾线 叫声哥哥也不应 叫声嫂嫂也不应 道 我漠不耳聋了 如何不见哥嫂声音 向前便问盈儿 那盈儿见他叔叔来 吓得不敢言语 武松道 你爹娘往哪里去了 盈儿只是哭 不作声 正问间 隔壁王婆听的是武二归来 生怕绝撒了 慌忙走过来 武二见王婆过来 唱了诺 问道 我哥哥往哪里去了 嫂嫂也怎地不见 婆子道 二哥请坐 我告诉你 你哥哥自从你去后 到四月间得个捉病死了 武二道 我哥哥四月几时死的 得什么病 吃谁的药来 王婆道 你哥哥四月二十头 猛渴得害己心疼起来 病了八九日 求神问补 什么药不迟到 医治不好 死了 武二道 我的哥哥从来不曾有这病 如何心疼便死了 王婆道 都头却怎地这般说 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旦夕祸福 今晚脱了鞋和袜 为沈明朝穿不穿 谁人保得常没事 武二道 我哥哥如今埋在哪里 王婆道 你哥哥一倒了头 家中一文钱也没有 大娘子又是没脚械 哪里去寻坟地 亏左近一个财主 就与大郎有一面之交 舍住一去棺木 没奈何放了三日 他出去火葬了 武二道 如今扫扫往哪里去了 婆子道 他少女嫩腹的 又没得养上过日子 胡乱守了百日孝 他娘劝他 前月嫁了外京人去了 丢下这个业障丫头子 教我替他养活 专等你回来交付于你 也了我一场事 武二听言 沉淫了半晌 便撇下王婆出门去 竟投现钱下处 开了门进房里 换了一身素衣 便叫士兵街上 打了一条麻韬 买了一双棉裤 一顶相貌戴在头上 又买了些果品点心 香烛明纸 金银钉之类 归到哥哥家 从新安设武大灵位 安排耕饭 点起香烛 铺设酒窑 挂起经番纸增 安排得端正 约一耕以后 武二捏了香 扑翻身便拜 道 哥哥阴魂不远 你在世时 为人软弱 今日死后 不见分明 你若复驱含冤 被人害了 托梦于我 兄弟替你抱冤雪恨 把酒一面交电了 烧话明指 武二便放声大哭 终是一路上来的人 哭得那两边临舍 无不欺慌 武二哭罢 将这羹饭 九窑和士兵 迎而吃了 讨两条席子 叫士兵房外 旁边睡 迎而房中睡 他便自把条席子 就五大灵桌子前睡 约末将半夜时分 武二翻来覆去 哪里睡得早 口里只是长玉器 那士兵厚厚的 却似死人一般 挺在那里 武二爬江起来看时 那灵桌子上 琉璃灯半明半面 武二坐在席子上 自言自语 口里说道 我哥哥生时懦弱 死后却无分明 说由未了 只见那灵桌子下 卷起一阵冷风来 但见 无形无影 非雾非烟 盘旋似 怪风轻古冷 凛冽如 杀气透鸡寒 昏昏暗暗 灵前灯火 是光明 惨惨幽幽 闭上纸前 非散乱 隐隐遮藏 食毒鬼 纷纷飘竹 隐魂翻 那阵冷风 逼得五二毛发阶竖起来 定睛看时 见一个人 从灵桌底下 钻江出来 叫声 兄弟 我死得好苦也 五二看不仔细 却待向前再问时 只见冷气散了 不见了人 五二一交跌翻在席子上坐的 寻思道 怪在 似梦非梦 刚才我哥哥正要抱我知道 又被我的神器冲散了 想来他这一死 必然不明 听那羹鼓 正打三羹三点 回头看那士兵 正睡得好 于是多多不乐 只等天明 却再理会 看看五更鸡轿 东方见明 士兵起来烧汤 五二洗漱了 唤起迎儿看家 带领士兵出了门 在街上访问街坊林社 我哥哥 怎滴死了 扫扫架的何人去了 那街坊林社明知此事 都惧怕西门庆 谁肯来管 只说 都头不消访问 王婆在井阁壁住 只问王婆就知了 有那多口的说 麦黎的韵哥 与五座合酒 二人最知详细 这五二竟走来街坊 前去寻韵哥 只见那小猴子手里 拿着个柳龙波罗尔 挣迪米回来 五二便叫韵哥道 兄弟唱诺 那小司箭是五二叫他 便道 五都头 你来迟了一步儿 虚动不得手 只是一见 我的老爹六十岁 没人养善 我却难保你们打官司 五二道 好兄弟 跟我来 引他到一个饭店楼上 五二叫货 卖造两份饭来 五二对韵哥道 兄弟 你虽年幼 道有养家孝顺之心 我没什么 向身边摸出五两碎银子 必与韵哥道 你且拿去与老爹做盘费 待事务毙了 我再与你十来两银子做本钱 你可背戏说与我 哥哥和圣人和气 被圣人谋害了 家中嫂嫂被哪一个取去 你依依说来 修要隐匿 这韵哥一手接过银子 自心里想到 这些银子 老爹也够盘费得三五个月 便陪他打官司也不妨 一面说道 五二哥 你听我说 却羞气苦 于是把麦黎儿寻西门庆 后被王婆怎逼打他 不放进去 又怎逼帮扶五大桌奸 西门庆 怎逼踢中了五大 心疼了几日 不知怎逼死了 从头至尾细说了一遍 五二听了 便道 你这话却是实吗 又问道 我的嫂子 实嫁与何人去了 韵哥道 你嫂子 持西门庆台到家 待岛吊底子 字还问他实也是虚 五二道 你休说谎 韵哥道 我便官府面前 也只是这般说 五二道 兄弟 既然如此 讨饭来吃 须于 吃了饭 五二还了饭钱 两个下楼来 吩咐韵哥 你回家把盘缠交于老爹 明日早上来县前 与我作证 又问 何九在哪里居住 韵哥道 你这时候还寻何九 他三日前听见你回 便走得不知去向了 这五二放了 这五二放了韵哥家去 到第二日 早起 先在陈先生家写了状子 走到县门前 只见韵哥也在那里伺候 一直奔到厅上跪下 声渊起来 知现看见 认的是武松 便问 你告什么 因何声渊 五二告道 小人哥哥五大 被嚎饿西门庆 与嫂攀氏通奸 踢中心窝 王婆主谋 陷害性命 何九朦胧入恋 烧毁诗伤 见今西门庆霸占 嫂子在家为妾 见有这个小思韵哥是正见 望相公做主则各 因地上状子 知现接着 便问 何九怎地不见 五二道 何九之情再逃 不知去向 知现于是摘问了运歌口词 当下退厅与左二官吏通通商议 原来知现 县城 主部 典史 上下都是与西门庆有首尾的 因此官吏通通计较 这件事难以问理 知现随出来叫武松道 你也是个本献中兜头 你也是个本献中兜头 怎不省的法度 自古捉肩渐双 杀人渐伤 你那哥哥失手又没了 又不曾捉得他肩 你仅只凭这小思口那言语 便问他杀人的公事 莫非公道推偏向吗 你不可造次 需要自己寻思 武二道 告评相公 这都是实情 不是小人捏造出来的 指望相公拿西门庆与扫攀氏 王婆来 当堂禁法一番 其冤自献 若有虚污 小人情愿甘醉 知现道 你且起来 待我从长计较 可行时 便与你拿人 武二方才起来 走出外边 把韵哥留在屋里 不放回家 早有人把这件事报 与西门庆得知 西门庆听得慌了 忙叫心腹家人来保 来望 身边带着银两 连夜将官吏都买主了 到次日早晨 武二在厅上指望告禀之线 催逼拿人 谁想这官人受了贿赂 早发下状子来 说道 武松 你修听外人挑拨 和西门庆座对头 这件事欠明白 难以问理 圣人云 惊慕之事 有孔未真 背后之言 岂能全信 你不可一时造次 当该利点在旁 便道 都头 你在衙门里也晓得法律 但凡人命之事 需要失 伤 病 悟 踪 五件事聚丸 方可推问 你那哥哥失手又没了 怎声问理 武二道 弱嫩地说时 小人哥哥的冤仇 难道终不能报便罢了 既然相公不准所告 且却有理 遂收了状子 下厅来 来到下厨 放了运歌归家 不觉仰天常态一生 咬牙切齿 口中骂淫妇不绝 武松是何等汉子 怎消扬的这口恶气 一直走到西门庆生药店前 要寻西门庆司打 正见他开铺子的复火计 在跪身里面 见武二狠狠地走来 问道 你大官人在宅上吗 复火计认的是武二 便道 不在家了 兜头有甚话说 武二道 且请戒一不说句 复火计不敢不出来 被武二引到僻静巷口 武二翻过脸来 用手搓住他衣领 征元怪眼说道 你要死 却是要活 复火计道 兜头在上 小人又不曾触犯了都头 兜头何故发怒 武二道 你若要死 便不要说 若要活时 对我实说 西门庆内司 如今在哪里 我的嫂子 被她娶了多少日子 一一说来 我便罢休 那复火计 是个小胆的人 见武二发作 慌了手脚 说道 都头息怒 小人在他家 每月二两银子 雇着 小人只开铺子 并不知他们闲账 大官人本不在家 刚才和一相知 往狮子街大酒楼上 吃酒去了 小人并不敢说谎 武二听了此言 方才放了手 大叉不飞奔到狮子街来 吓得复火计 半日已脚不动 那武二竟奔到狮子街 桥下 酒楼前来 且说 西门庆政河县中 一个造立里外传 在楼上吃酒 原来 那里外传 专一在府县前 挫揽些公事 往来听气 赚些钱时 若有两家告状的 他便卖串 或是官吏打点 他便两下里打背 因此县中 就起了他这个魂名 叫做李外传 那日 剑之县回出武松状子 讨得这个消息 便来回报西门庆之道 因此 西门庆让他在酒楼上饮酒 把五两银子送他 正吃酒在热闹处 忽然把眼向楼窗下看 只见武松四凶神般 从桥下直奔酒楼前来 已知此人来意不善 不觉心惊 欲带走了 却又下楼不急 遂推更衣 走往后楼躲避 武二奔到酒楼前 便问九宝道 西门庆在此吗 九宝道 西门大官人和一厢时 在楼上吃酒礼 武二拨不撩衣 飞抢上楼去 早不见了西门庆 只见一个人坐在正面 两个唱的粉头坐在两边 认的是本县造立李外传 就知是他来报信 不觉怒从心起 便走近前 指定李外传骂道 你这丝 把西门庆藏在哪里去了 快说了 饶你一顿拳头 李外传 看见武二 先吓呆了 又见他 恶狠狠逼紧来问 哪里还说得出话来 武二见他不择声 越加恼怒 便一脚把桌子踢倒 蝶斩儿都打得粉碎 两个粉头下的魂都没了 李外传 见势头不好 强正起身来 就要往楼下跑 武二一把扯回来道 你这丝 问着不说 但要往哪里去 且吃我一拳 看你说也不说 早搜的一拳 飞到李外传脸上 李外传叫声啊呀 忍痛不过 只得说道 西门庆才往后楼更衣去了 不干我事 饶我去吧 武二听了 就趁势儿用双手 将他搓起来 隔着楼窗儿 往外指一兜 说道 你既要去 就饶你去吧 扑通一声 道状落在当街心里 武二随即赶到后楼来寻西门庆 此时西门庆听见武松在前楼行凶 吓得心胆都碎 便不顾性命 从后楼窗一跳 顺着房檐 跳下人家后院内去了 武二见西门庆不在后楼 直到是李外传说谎 急转身奔下楼来 见李外传已跌得半死 直挺挺在地下 还把眼动 岂不过都当又是两脚 早已挨栽断气身亡 众人道 这是李造立 他怎地得罪都投来 为何打杀他 武二道 我自要打西门庆 不料这次悔气 却和他一路 也撞在我手里 那地方宝甲见人死了 又不敢向前捉武二 只得慢慢挨上来收拢他 哪里肯放松 连九宝王鸾并两个粉头包氏 牛氏都拴了 竟投县衙里来 此时轰动了狮子街 闹了清河县 街上议论的人不计其数 却不知道西门庆不该死 倒都说是西门庆大官人 被武松打死了 正是 李公吃了 张公酿 正六生儿 正九当 世间急许 不平适 都负识人 话短长 欲知下文 且看 下回分解 金平梅 第十回 意识充沛 梦周到 妻妾晚赏 芙蓉亭 幽兔笑谈 制作 词曰 八月中秋 梁彪微豆 芙蓉却是 花时候 谁家姊妹 斗新装 圆林散步 平写手 折的花枝 宝瓶随后 归来晚赏 全瓶酒 三背鸣 спокой 破醋承 咱尝 躭 刮 tale 柏 柏 延亢 走来茅厕里静手 绝着大屁股 猛可见一个汉子巴伏在院墙下 往前走不迭 大叫 有贼了 慌得胡老人急进来 看见认的是西门庆 便道 大官人 且习武二巡你不凿 把那人打死了 地方拿他献中建官去了 这一去定是死罪 大官人归家去 料无事宜 西门庆败谢了胡老人 姚柏来家 一五一时对潘金莲说 二人拍手喜笑 以为除了换害 妇人叫西门庆上下多使些钱 误要结果了他 休要放他出来 西门庆一面拆心妇家人来望儿 窥送了支县一副金银酒器 五十两银子 上下利点也使了许多钱 只要修清看了五二 支县受了贿赂 到次日升厅 帝方压着武松并酒宝 唱得一般人当听跪下 县主翻了脸便叫武松 你这丝昨日诬告平人 我已再三宽你 如何不遵法度 今又平白打死人 武松道 小人本与西门庆有仇 寻他私打 不料壮欲此人 他隐匿西门庆不说 小人一时怒气 勿将他打死 指望相公与小人做主 拿西门庆正法 与小人哥哥抱着一段冤仇 小人情愿尝此人误伤之罪 知县道 这似乎说 你岂不认得他是县中造立 今打杀他 定别有缘故 为何又缠到西门庆身上 不打如何肯招 贺令左右加刑 两边内三四个造立 把武松托翻 雨点斑打了二十 打得五二口口声冤道 小人也有与相公 效劳用力之处 相公岂不怜悯 相公修要苦行小人 知县听了此言 越发恼了 道 你这丝亲手打死了人 尚选口墙 抵赖哪个 贺令 好声与我扎起来 当下又扎了武松一扎 敲了五十杖子 叫曲面长家带了 收在间内 一干人计间 在门房里 内中县城 左二官 也有和武二好的 念他是个义恋汉子 有心要周旋他 争奈兜售了西门庆贿赂 粘住了口 坐步的主张 又见武松只是生冤 延挨了几日 只得朦胧取了贡招 换当该力点并武作 邻里人等 压到狮子街 检验里外传身诗 填写诗单元阁目 伪得被武松询问他所讨分钱不均 酒醉怒起 一时斗殴 拳打脚踢 撞跌身死 左泪 念门 心砍 肾囊 具有轻斥 伤痕不等 检验明白 回到县中 一日 做了文书深详 借送东平府来 祥允发落 这东平府尹 姓陈双鸣文昭 乃河南人士 即是个清廉的官 听得报来 随即声听 但见他 平生正直 秉姓贤明 幼年像血案公书 长大在金鸾对策 常怀忠孝之心 美发仁慈之证 户口灯 钱粮半 黎民称颂满街渠 慈颂简 盗贼修 父老赞歌宣示警 正是 民调清史 拨千年 生振黄唐 传万古 贤良方正 好青天 正直清廉 民父母 这府尹 陈文昭生了听 便叫压过这干犯人 就当听先把清河县 申文看了 又把个人共状招 你看过 端地上面 怎声写着 文曰 东平府清河县 为人命是成称 犯人武松 年二十八岁 西阳古县人士 因有履历 本县参作都头 因公差回还 祭奠王兄 剑扫攀氏不守相满 擅自嫁人 逝日 松在巷口机厅 不合在狮子街上 亡鸾酒楼上 状狱里外转 因酒醉 所讨钱 借钱三百文 外转不语 又不合音而斗殴 相互不服 就打踢状伤重 当时身死 逼有畅妇牛氏 包氏见证 致被地方保甲捉获 为官前置失所 居集武座 李甲人等 检验明白 取共聚劫 田徒劫脚前来 妇审无异 以武松合一斗殴杀人 不问手足 他物 金两 绿角 九宝王鸾 并牛氏 包氏 居共鸣无罪 金河行深道岸发落 晴隐施行 正和三年八月日之县 李达天 县城乐河安 主步划河路 点使下公鸡 私利前劳 浮影看了一遍 将武松叫过面前 问道 你如何打死 这里外转 那武松只是朝上 磕头告道 倾天老爷 小的到岸下 得见天日 容小的说 小的敢说 浮影道 你只顾说来 武松岁将西门庆间取攀氏 定哥哥捉肩 踢中心窝 后来献中告状不准 前后情节细说一遍 道 小的本为哥哥报仇 因寻西门庆私打 不料 误打死此人 为是小的付屈含冤 奈西门庆前大 尽他不得 小人死不足惜 但只是小人哥哥 武大 含冤地下 枉了性命 浮影道 你不消多言 我已尽之了 因把私利前劳叫来 痛则二十板 说道 你那支县 也不待作官 何故这等 任情卖法 于是将一干人重 一一审路过 用笔将武松贡昭都改了 因向左二官说道 此人为凶报仇 误打死这里外传 也是个有意的裂汉 比顾沙平人不同 一面打开他长家 换了一面清罪佳佳了 下在牢里 一干人等都发回本县厅后 一面行文书着落清河县 天提豪厄西门庆 并扫潘氏 王婆 小思韵歌 五座和酒 一同从公根堪明白 奏请施行 武松在东平府间中 人都知道 他是条好汉 因此压劳尽子 都不要他一文钱 倒把酒食与他吃 早有人把这件事 报到清河县 西门庆知道了 慌了手脚 陈文昭是个清联官 不敢来打点他 只得走去央求庆家 陈宅心腹 并使家人来望兴夜往 东京夏淑 与阳提督 提督转央内阁蔡太师 太师又恐怕伤了李之县明杰 连忙积了一封秘书 特来东庭府下语陈文昭 免提西门庆 潘氏 这陈文昭原系大理四四正 升东庭府府尹 又系蔡太师门生 又见阳提督乃是朝廷面前说的话的官 以此人情两尽 只把武松拈死 问了个几丈四十 四配二千里充军 换武大已死 尸伤无存 事涉疑似 误论 其余一干人犯释放宁家 深想过省院 文书到日 即便施行 陈文昭从牢中取出武松来 当堂读了朝廷名将 开了长家 免布的几丈四十 取一具七斤半铁叶团头加定了 脸上刺了两行金字 叠配孟州老城 其余发落已完 当堂府引压行公文 拆两个防送工人 领了武松介赴孟州交割 当日武松与两个工人 出离东平府 来到本县家中 将家活多变卖了 打发那两个工人 路上盘费 央托左林瑶二郎 看管银儿 躺域朝廷恩典 设放还家 恩有重报 不敢有望 街坊邻社 上户人家 见武二是个有意的汉子 不幸遭此都资助他银两 也有送九十钱里的 武二到下处 温士兵要出行礼包过来 即日离了青河县上路 以礼往孟州大道而行 有失为政 府引推降 禀之功 武松垂死 又疏通 今朝赐配 劳成去 病草七七 遇暖风 这里武二往孟州充沛去了 不提 且说 西门庆打听他上路去了 一块石头方落地 心中如去了体一般 十分自在 于是 家中吩咐家人来望 来饱 来兴儿 收拾打扫后花园 芙蓉亭干净 铺设为平 挂起紧杖 安排酒席起者 叫了一起乐人 吹弹歌舞 请大娘子吴岳娘 第二礼娇儿 第三孟玉楼 第四孙雪娥 第五潘金莲 何家欢喜饮酒 家人媳妇 押缓十女两边侍奉 弹箭 香坟宝顶 花叉金瓶 气裂象周 织古丸 连开和谱 织明珠 水晶盘内 高堆 活枣交离 碧玉杯中 满饭 穷江玉叶 烹龙干 泡凤府 果然下注了万钱 黑熊掌 自驼蹄 酒后 献来香满座 眼破凤团 白玉殴中 分白浪 真来穷叶 紫金湖内 喷清香 毕竟压塞 梦长君 执此赶期 时重复 当下西门庆 与吴月娘居上 其余多两旁列座 船杯弄斩 花醋仅存 饮酒间 只见小丝带安领下一个小丝 一个小女儿 才头发齐眉 生得乖绝 拿着两个盒 说道 隔壁花家 送花来与娘们带 走到西门庆 月娘众人跟前 都磕了头 立在旁边 说 阿娘使我送这盒点心 并花与西门大娘带 揭开盒看 一盒是朝廷上用的 果线椒盐金饼 一盒是心摘下来 鲜玉簪花 月娘满心欢喜 说道 又叫你娘费心 一面看菜 打发两个吃了点心 月娘与了那小丫头 一方汉金耳 与了小丝一百文钱 说道 多上父你娘 多谢了 一问小丫头 你叫什么名字 她回言道 我叫秀春 小丝便是天福儿 大发去了 月娘便向西门庆道 咱这花家娘子儿 倒且是好 尝试使小丝丫头 送东西与我们 我并不曾回谢 李儿与他 西门庆道 花二哥 娶了这娘子儿 经不上二年光景 她自说 娘子好个姓儿 不然房里 怎生了这两个 好丫头 月娘道 前者 她家老公公 死了出殡时 我在山头 会她一面 生得五短身材 团面皮 西弯弯 两道梅儿 且是白镜 好个温客姓儿 年纪还小礼 不上二十四五 西门庆道 你不知 她原是大明府 梁中书妾 晚嫁花家子虚 带一分好钱来 月娘道 她送何来 咱修差了礼数 到明日 也送些礼物 回答她 看官听说 原来 花子虚魂家姓礼 因正月十五所生 那日人家 送了一对鱼瓶儿来 就小字换作平姐 先与大明府梁中书为妾 梁中书乃东京 蔡太师女婿 夫人姓甚极度 必妾打死者 多埋在后花园中 这里是旨在外边书房内住 有养娘服侍 只因正合三年 正月上元之夜 梁中书同夫人 在翠云楼上 李逵杀了全家老小 梁中书与夫人各自逃生 这里是带了一百颗西洋大珠 二两种 一对鸭青宝石 与养娘走上东京投亲 那时 花太监 由玉前班 直升广南镇首 因直南花子须眉妻事 就使媒婆说亲 去为正事 太监到广南去 也带他到广南 住了半年有余 不幸花太监有病 告老在家 因是清和县人 在本县住了 如今花太监死了 一分钱多在子须手里 每日同朋友在院中行走 与西门庆都是前日结拜的弟兄 中日语音伯爵 谢西大一般十数个 每月会在一处 叫些唱的 花团紧簇玩耍 众人又见花子须乃是内臣家琴儿 手里使钱扎慢 哄着他在院中请婊子 整三五夜不归 正是 紫末春光好 红楼最管闲 人生能有几 不乐是突然 此事表过不提 且说 当日西门庆率同妻妾 何家欢乐 在芙蓉亭上饮酒 至晚方散 归来潘金莲房中 已有半憨 乘着酒性 要和妇人云语 妇人连忙熏香打铺 和她解衣上床 西门庆且不与她云语 明知妇人第一好品销 于是坐在青纱帐内 令妇人马爬在身边 双手青龙金串 捧定那话 往口里吞放 西门庆垂首顽旗出入之庙 名扎良久 银情倍增 因呼春梅进来递茶 妇人恐怕丫头看见 连忙放下杖子来 西门庆道 怕怎么的 因说起 隔壁花二哥房里 倒有两个好丫头 今日送花来的是小丫头 还有一个也有春梅年纪 也是花二哥收用过了 但见她娘在门首站立 她跟出来却是生得好模样 谁知这花二哥年纪小小的 房里嫩般用人 妇人听了 瞅了她一眼 说道 惯性货子 我不好骂你 你心里要收这个丫头 收她变了 如何圆打周折 指山说墨 拿人家来比奴 奴不是那样人 她又不是我的丫头 既然如此 明日我往后边坐一回 腾个空 你自在房中叫她来 收她变了 西门庆听了 欢喜道 我的儿 你会这般谢去 怎教我不爱你 二人说得情投意恰 更觉 美爱无家 慢慢地品消过了 方才抱头交骨而起 正是 自有内侍 迎狼翼 阴情快把 自消吹 有西江月为正 沙杖 香飘蓝舍 峨眉 灌把消吹 雪盈玉体 透防围 金不住魂 非破碎 欲万款龙金串 两情如醉如痴 财狼情动 煮奴支 慢慢多扎一会 到次日 果然妇人往梦玉楼房中坐了 西门庆叫春梅到房中 收用了震衣子 正是 春点兴桃 红战蕊 风漆杨柳 绿翻腰 潘金莲自此一力抬举她起来 不令她上锅抹造 只叫她在房中铺床叠背 地茶水 衣服首饰捡心爱的与她 缠得两只脚小小的 原来春梅比秋菊不同 性聪慧 喜血浪 善应对 生得有几分颜色 西门庆慎是宠她 秋菊为人着蠢 不安是体 妇人常常打的是她 正是 燕雀池塘 羽化轩 风柔蝶嫩 总看脸 虽然艺术 铜飞鸟 贵贱高低 不一般 要之甚的 且待 下回分解